第1141章成为种子 大胆干尸云大怒 你不过小小的追随者 竟敢偷取我的神器 想反了是吗 从这点来说 他是站着理的 一个是领天宗的弟子 而且还是种子级别 另一个却是种子收的追随者 连领天宗的弟子都不算 可境界相仿 你一个种子却打不过人家的追随者 你好意思吗 还有脸向宗门求助 林涵维维一笑 道我只知道 我打赢了 收了一件战利品 你想要拿回去 可以打赢我 打赢我 就是这么简单 这句话 向来都是出自种子天才之口 可现在 一名小小的追随者 却是无比嚣张必说了出来 就是就是 这是灵 含灵的 胡飞云简直火上添油 在一边点头不已 别说干诗云 就是其他种子 也是露出愤愤不平之色 觉得被人骑到了头上 有失种子天才的威严 他们纷纷盯着林涵 目光不善 林涵大笑 道 你们这是一言不合 想要耍流氓吗 哈哈 来吧 歌都接下了 无论是单挑还是群巫 随便你们 不过 说了别忘了唱征服 这可把众多种子都是气歪了鼻子 要知道他们能够被收为种子 意味着他们在自己的境界中是无敌的 就算有敌 那也是其他的种子 现在居然被人如此轻蔑 岂能让他们不怒火冲天 就算没有进入领天宗的时候 这里哪个人不是傲气冲天的 韩灵 好棒棒 胡飞云拍手 这位郡王也是被宠坏的主 而且又有些迷糊 完全分不清状况 继续给林涵拉仇恨 可众多种子虽然各个怒形于色 却一个都没有出手 这不是废话吗 干事云绝对是他们中的佼佼者 可他寄出仿制的神女卢都是败了 换他们尚不也一样 这样的怪胎 山河境内估计只有寥寥几人可以镇压 修出第五座山河的真正王者 达不到山河境真正的极境 那注定只能称作是天才 决顶天才 距离王者还有一些距离 呵呵 一道长啸传来 只见一个身材受学的男子 不知什么时候出现在了众人之中 细袭晦涩 可只要感应一下 就能生起一股来自灵魂深处的悸动 这是一尊爵士强者 拜见海云长老 众多种子联盲拱手为礼 神态即是恭敬 因为这是一位新沉静的强者 别看他们各个天才 而且被列为了种子 至少有九成的人可以迈进日月境 而且基本可以达到日月境巅峰 可说到要成就新沉静 那最多只有十分之一 这已经是往高里估计了 因此 面对这样的制强者 谁不得收起心中的傲气 海云长老百百手 他的目光盯着林涵 越看 他脸上的金融越胜 还好 他的脸上有着混沌气息笼罩 看不清他的表情 否则众人必然会惊讶 一位新沉静强者居然会动容到这样的地步 年轻人 可有兴趣伴入本宗 海云长老笑道 本座可以保证 你可以得到种子的身份 对此 众人既震惊又觉得理所当然 以林涵的实力 青松就击败了种子级别的干尸云 而且 双方的境界是一样的 这足以证明林涵的恐怖 这样的天才要是不能敬领天宗 成为种子的话 那其他种子还能在这个位置上坐得安稳吗 可领天宗有领天宗的规矩 从来没有破格收入弟子的 每百年进行一次收徒 这是很早很早以前就确定下来的 可海云长老居然在见了林涵一面后就为他破例 这自然又让众人吃惊了 林涵想了想 道 晚辈愿意加入领天宗 这本来就是他的打算 海云长老顿时大笑 显得满意之极 他点点头 道 你们都挑选一下追随者吧 那的涵林 等一下随本座走一趟 本座有些话要对你说 是 林涵点头 显得十分恭敬 这是对于强者必须的尊重 干施云气的浑身哆嗦 这下怎么办 林涵也成了种子 他连宗门的力量都是借不到了 不行 这个场子他可一定要讨回来 他的实力不行 就去找别人 那几个真正的妖孽 林涵目光扫过 大步向着之前那对为他出头的师兄妹走去 此一时比一时 他现在的身份完全不同 走过之处众人都是纷纷自动让道 然后用火热的目光看着他 希望可以被他选为追随者 许多美女更是连抛媚眼神情暧昧之极 要是能够被林涵挑上的话 他们绝对不惜现身 再说了能够伪身于种子天才 这不是麻雀飞上之头 从此可以变为采缝了 可惜林涵根本对他们不屑一顾 竟只来到了那对师兄妹的跟前 而九郡王则是跟在了他的身后 他在这里可是非常无聊 难得遇到一个故人老朋友 自然有许多话想说 这位兄台可有兴趣做我的追随者 林涵笑道 还有你这位师妹可以做他的追随者 他指了指胡飞云 胡飞云歪着脑袋看了看那轻衣美女 显得很无所谓 他倒真是不介意收谁做追随者 既然林涵开了口 他自然不会反驳 那对师兄妹自然大喜 却有些惶恐 林涵道 你们仗义出手 这份心意我必须领 为舞者 星星第一 你们让我非常佩服 这对师兄妹互看一眼 都是点了点头 我叫范如 那位师兄道 我师妹叫陈晓 多谢韩少 还有 他看着胡飞云 还不知道对方的身份 他是胡飞云 林涵笑道 拜见主人 陈晓立刻服了一服 胡飞云连忙将他拉了起来 道 叫我飞飞好了 我可不喜欢被人称为主人 陈晓点头 顿时对胡飞云升起了好感 好了 我们进宗内吧 林涵笑道 他很想念水燕玉 还有三位兄长 他与胡飞云并肩而行 范如和陈晓则是落后几步 其他种子也开始挑选起了追随者 场面立刻变得喧闹起来 众人都是争先恐后 林涵让范如师兄妹跟着胡飞云先走 他则是去见海云长老 随着对方来到了主峰一间院子中 这里云雾缭绕 有若人间仙境 这不是你的真面目 得罪太多人 被人追杀吗 海云长老直接问道 第1142张本作帮你搞定 林涵心中一领 但也知道以心沉静的眼力 他这种一荣术确实很难胡弄过去 他点点头 道晚辈林涵 在前来领天宗的路上被人偷袭 晚辈便索性易容一下 让对方以为晚辈死了 也能省去些麻烦 海云长老满意地点头 若是林涵推推脱脱的话 他肯定会心中不喜 但林涵毫不犹豫地说了出来 让他对林涵的印象又好了几分 他可是心沉静强者 有无敌的信念 当即道 你的仇人是谁 本作可以替你发句话 让他不再针对你 这句话 他说得自信满满 天底下有什么事 是新陈尽强者搞不定的 至少在这个新戏中 绝对没有 林涵有些不好意思 道 晚辈的仇人有些多 无妨 海云长老一百首 慢不在乎 林涵点点头 道 晚辈的仇人有乱新皇朝的杀大将军 赵大将军 还有昼天皇 碧落皇 另外 暗夜堂也对晚辈虎视眈眈 都麻烦前辈了 扑 海云长老差点吐出一口老血来 在他看来 一名山河境小舞者能够得罪什么人 称死就日月境吧 而且还是小级位 中级位的 不然的话 林涵还能活蹦乱跳到现在 他可是新陈尽强者 一句话下去 便是日月境大圆满都要恭敬领命 因此这自然是小事一桩 可林涵得罪的都是什么人啊 沙大将军 赵大将军 赵天皇 碧落皇 那可都是新陈尽强者 他也只不过是新陈尽小级位 实力与沙大将军 赵大将军差不多 而在赵天皇 碧落皇面前 他根本连说话的资格都没有 陈灵美相差一个小境界 那都是天壤之别 更何况能够为皇者 哪个不是拥有月四星五星的战力 以海云长老看着林涵 他现在有些犹豫了 这收的究竟是个天才弟子 还是一个超级大麻烦 但他转念一想 却是大笑了出来 山河竞小舞者得罪了新陈尽强者 居然还能活得这么滋润 这足以显示出林涵的实力 就问天底下有几个人能够做到 这小子要是不死 未来的前途不可限量 已修出第五座山河了吧 海云长老问道 是 林涵没有隐瞒 显然 在真正的强者层次中 第五座山河日月星辰并不是什么秘密 而所谓的五星天才只存于传说中 确切来说 这是流传于低阶舞者圈子里的说法 已见过哪个强者说过这样的话 层次不同 接触到的世界自然也不同 其实和宁星就不乏五星天才 力量层次的五星天才 真正的五星天才 甚至乱星女皇还是九星天才 但这样的天才普通人根本接触不到 李看向林涵 修出第五座山河之后便进了领天宗 普通人哪有接触到他的机会 而且 五星天才仅属于传说 这已经是一种约定俗成的说法 成为了众所公认的铁律 你突然说还有七星八星天才 又有几个人会相信你呢 人麻 总会选择相信自己愿意相信的东西 不错不错 目前山河境中 只有七人修出了第五座山河 海云长老点头 看向林涵的目光更加柔和 天才谁不喜欢呢 林涵却是有些惊讶 这一代人中 居然有多达七人修出了第五座山河 这只是一个小小的星系 整个神界像这样的星系不计其数 而且这里的五道层次并不高 仅有一位横河境强者 星辰境即可称霸 要是换到五道层次更高的星系呢 那如此年轻王者是不是会更多 那是肯定的 林涵点头 不过五道之路就是逆水行舟 越来越难走 不但高境界难以攀登 想在高境界修到极境自然也是更难 山河境的十星天才 日后说不定便会降到九星八星七星去 谁能保证自己在每个境界都能修炼到极致呢 去吧 以后行事小心些 尽量待在宗内 海云长老吩咐道 在知道林涵得罪了哪些人后 他也不敢大包大揽了 还真是搞不定 林涵又行了衣礼 然后转身离去 他的住处在白霜丰 此时属于他的房间已经安排好了 那是一座小型的宫殿 足以住得下百来人 可现在却只有林涵和范如两个人住 不错 白霜丰本来就灵气特别浓郁 再加上这座宫殿还有剧炼灵气的阵法 用以修炼真是不错 林涵点头 他让范如随便挑了一间房间 他自然是住在了主卧之中 只是 说到修炼的环境 又怎么比得上黑塔中呢 里面可是种着一株轮回数 林涵在黑塔中苦修 原本他还有些小的意义 不过听海云长老说领天宗内现在还有六人修出了第五座山河 让他升起强烈的压迫感 在山河境 他还不是无敌的 他若是放松大意的话 那便可能被人赶上 又或者与其他人的差距越来越大 他取出真元时 在身边搭乘了一个小型阵法 顿时 浓郁无比的灵气涌动 简直化不开 如同浓雾一般 缠绕在他的身边 被他吸收 这完全是在烧真元时 可效果却是杠杠的 这灵气之浓至少要超越外界百倍 林涵一边练化灵气为己用 一边则是在轮回树下悟道 让思绪飞 还是的配合丹药 双管齐下 一夜结束后 林涵停下了修炼 他看了下残叶四人 天赋最好的原成河已经达到了破须九层 若非他想将境界夯得更加扎实 此时已经可以冲击山河境了 但现在不急 原成河虽然不是最顶级的天才 但力量冲上十四星应该不成问题的 那战力有可能达到二十星 在神界也能称一生天才 林涵勉励了一下四人 然后出了黑塔 他打算去找水燕玉和羽黄等人 他想了想 决定重色轻友一下 先去找水燕玉 普通弟子当然不是住在白双风 而是在黑水风 这要比白双风矮了许多 一走上来就能感应到 这里的灵气环境也要差了许多 难怪有许多普通弟子都想当种子的追随者 因为那可以住在白双风 修炼环境要好许多 咦 好巧 林涵刚打算找人问问水燕玉的住处 却见玉人刚好迎面走来 而身后则是跟着一个轻袍男子 看上去挺英俊的 自我感觉也非常好 带着强烈的傲益 第1143张苍蝇 因为隔得远 林涵听不到这二人在说什么 只看到那轻袍年轻人不断地缠着水燕玉 而水燕玉则是冷冷地没有理会 两年没见 水燕玉美艳依旧 只是多了一股巨人鱼千里之外的寒意 有若冰霜美人 可她的风格又是妩媚型的 因此 这形成了一种高傲之感 颇有女王风采 有了乱星女皇的几分韵味 林涵不由一争 居然又想到乱星女皇了 这个女皇的魅力也太大了 总能让她时不时地想起 林涵摇摇头 将乱星女皇那性感迷人的身影从脑海中驱除 在水燕玉面前想起另一个女人 这不好 她大步走了过去 媳妇被一只讨人厌的苍蝇盯上了 她自然要去当护花使者 因为是迎面而行 双方的距离自然很快就接近了 水师妹 不如等一下我们去苍蝇峡吧 我听说那里有一株神要出事 有许多人都去碰运气了 轻袍年轻人的声音飘了过来 丽华 我都说了多少次 不要跟着我 水燕玉冷冷说道 右手抬起 拧着冰霜 她是真的动怒了 御人戴煞 却丝毫没有给人可憎之感 反而多了一种迷人的味道 轻袍年轻人 必滑不由看的眼睛一直 这朵娇花自从进入宗内后便被她看上了 而在她的淫威之下 自然也没有其他人敢与她竞争 被她是为了竞篮 可惜的是 这游物却始终吝啬于向她展露笑容 让她失望之余 却是斗志更加旺盛 要踩下这珠冰山雪莲 让对方为她绽放炽热的笑容 她心中激荡 恨不得扑倒这个美人儿 喂喂喂 你的眼珠子都要掉出来了 林涵走上前去 不由分说就插到了两人中间 水燕玉立刻露出嫌雾之色 连忙退开几步 她讨厌碧华 但也不见得会亲近其他的男人 碧华却是生老 你什么东西 居然敢管闲事 她咳嗽一声 道 这位师弟念生得很 是哪一位师叔的门下 在领天宗 普通弟子和重点弟子 都会败在一位 元日月静强者的门下 不过是称老师而非师父 当然若是双方都很满意的话 可以更进一步 结成师徒的关系 不过 种子天才并不在这个限制中 这些人都能得到 新陈静强者传授大道 而且并不固定人选 哪位新陈静有空 就会跑过来指导一下 甚至连三元上人 都会偶尔现身 林涵展颜一笑 道 什么师弟 有你这么没眼色的 我是你师兄 丽华大怒 他可是重点弟子 否则也不能振折 那么多的弟子 不罢水艳遇了 看林涵的身上 既没有种子的标志 而重点弟子 他又都认得 那么只有一个可能 对方只是普通弟子 在领天宗 阶级还是相当严格的 不管普通弟子的修为有多高 只要大境界一样 那见了重点弟子 种子就只能叫师兄师姐 当然 重点弟子也一样 在种子面前只能矮一头 大家都是山河镜 你一个普通弟子 居然敢在我这个重点弟子面前 自称师兄 说得严重点 这是大逆不道 你好大的胆子 丽华的脸色阴沉了下来 附近有人经过 见有热闹可看 自然纷纷驻足 开始看戏并负责解说 将碧华的身份 战力都是分析得清清楚楚 林涵道 怎么 你不服 服你个大头鬼 碧华出手 向着林涵攻了过去 轰 他一拳轰出 全力化成了一头黑狼 向着林涵奔腾而去 这是原力所化 凝聚着五道意志 只见有三十多道神闻闪动 可见他这一级 就算没有动用权力 也至少用了七八成力 毕竟他只是重点弟子 又能够凝成多少神闻 林涵庄出手忙脚乱的模样 脸出十余全才将这一级化解 咦 此人是谁 虽然这一级化解得十分狼狈 可能够化解重点弟子 碧华的一级 说明他的实力很强啊 不错 碧华已经达到了大圆满巅峰 此人不可能在境界上占优 凭得完全是真本事 咦 我们黑水风有这样的弟子吗 众人面面相觑 都是摇头 立华健一级占了上风 自然无所顾忌 这也在他的意料之中 境界相同之下 普通弟子如何是重点弟子的对手 不然还分什么普通弟子重点弟子 他强势出手 招招凌厉 林涵直手不攻 故意让自己显得有些狼狈 免得让水燕玉看出什么端倪来 果然 这由我完全没有认出他来 虽然在一边看着 但并没有露出明显的倾向 在水燕玉看来 他大概也只是基于他的美色 才会逞强出头 林涵突然没了和壁滑玩耍下去的意思 这和一个大男人玩 跟和自己媳妇玩相比 哪个更有意思 砰 他一拳轰在了壁滑的脸上 顿时将对方轰飞了出去 我擦 看到这一幕 四周的人都是惊呆 齐齐吐出了舌头 那可是壁滑 重点弟子啊 一定是凑巧的 众人都是在心中说到 否则以壁滑的实力 怎么可能会吃到这一招 连壁滑都是这么想的 对方那一拳突然就攻破了他的防御 让他不急招架 只能眼睁睁地看着自己中招 他从地上弹跃起来 大吼一声钟 又向着林涵杀了过去 砰砰砰砰 又是几次交锋后 壁滑小腹中了一脚 被踹飞了出去 又是碰巧的 壁滑脸皮抽动一下 又杀了回来 可没过几招 他又被一巴掌扇了回去 这回 众人都是看出了不对劲来 哪有这么凑巧的事情 几次三番都让壁滑吃了苦头 呵呵 都在看什么呢 有新来的人感到 好奇地探头张老 不过 当他看到对战的双方时 不由扑地一声笑了出来 怎么了 边上的人问 哈哈哈哈 壁滑这是在自取其辱啊 那人大笑 这位师兄是昨天才被破格收为种子的超级天才 连干诗云师姐的神女炉都被他生生打爆了 噗 所有人都是喷了出来 第1144章吃醋 在领天宗 每一位种子绝对都是赫赫有名 普通弟子一次要招收万名左右 重点弟子则只有千名 而种子呢 最多百名 而且还要看年份 有时候甚至只有十几个 从来没有从普通弟了 重点弟子中培养出星辰境强者的心力 但种子天才中 有这样的例子 而且比例还高达十分之一 不要小看这个比例 要知道十个破虚境最多只有一个能够突破山河境 而从山河境开始 每个小境界都会卡住无数人 再算一下 从山河到星辰 这可是隔了整整六个小境界 两个大境界 因此 亿万个山河境中 也许就只有一个才能达到星辰境 这么看 种子中有十分之一的人可以成为星辰境 这个比例有多么可怕 但这也很正常 因为种子天才本来就是每个星球的最天骄 那么突破星辰境比例高不是很正常的事情 林寒居然是种子 众人吃惊之余 也不有好笑 之前碧华还说林寒不知天高地厚 摆出师兄的架子 结果呢 人家才是师兄 这番话 碧华自然也听得清楚 他的脸色已经长成了猪肝色 这真是太丢人了 他恨恨看着林寒 可心中却不敢起什么报复之意 报复种子及天才 他活得不耐烦拉 五头五脸 碧华退到了一边 他不敢与林寒争锋 种子就是种子 战力太强了 林寒看香水燕玉 笑道 妞 也就了你 是不是该以身相报 众人面面相许 都不知道该是什么表情好 比这光天化日之下 一言不合就调戏 真的好吗 就算是种子 也不能这么嚣张啊 这可是领天宗 要是连宗内地子的安全问题 都不能保证的话 那还有什么存在的意义 谢谢 水燕玉冷冷说道 碧华没有走 就是想看看林寒在水燕玉面前吃憋 果然 这个女人连种子的面子都不卖 她的心中不由升起了一股快意 自己的不到的东西 自然也希望别人同样的不到 如果我坚持呢 林寒兰到了水燕玉身前 双臂张开 一副恶霸抢亲的模样 宗门有宗门的规矩 水燕玉寒声道 她就不信林寒这么做 宗内大能会听之认之的 林寒黑黑一笑 道 你是我媳妇 注定的 这句话 她是用自己的声音说出来的 水燕玉顿时一睁 笑脸上露出了一丝惊喜 但同样也有谨慎 毕竟不能光凭声音就认定一个人 来 抱一下 林寒说道 也不管水燕玉同不同意 直接就将对方搂在了怀里 靠 真的下手了 众人都是直呲牙 只觉着名种子天才也太好色了 居然在众目睽睽之下调戏师妹 这不是找死吗 任你在天才 公然践踏宗门规矩 谁能保得住你 这一被抱住 水燕玉自然立刻闻到了熟悉的味道 是她 她不由激动 情不自禁地伸出双手 环抱住了林寒 扑 所有人又喷了出来 这是怎么回事 这么快就勾搭上了 她们又不知道林寒与水燕玉早就是一对 还以为水燕玉被林寒这么一抱就情动了 自然个个都是后悔 早知道就应该对这个有物用强的啊 你看 多么好上手 壁华更是一口老血都是喷了出来 她只觉自己太晕了 原来这女人喜欢霸道的男人啊 之前她苦苦追求水燕玉却是毫无结果 现在林寒一个强暴就让水燕玉化成了春水 这岂能不让她气歪了鼻子 只觉自己是天底下最大的蠢货 一别两言 水燕玉情动如火 主动向林寒所吻 林寒当然不会让家人失望 重重地吻了下去 八 四周喧哗声大作 莫不在心里叫着肩夫淫妇 这自然是吃不到葡萄罕葡萄酸 太嫉妒了 一道可怕的气息眷过 让人从灵魂深处生起无尽的寒意 啪啪啪啪 除了林寒之外 所有人都是同一时间摊在了地上 而水燕玉也是软绵绵地倒在了林寒怀里 焦躯瑟瑟发颤 林寒悍然扭头看 只见胡飞云正虽然看着她和水燕玉 那无尽的威势正是从她的身体中散发出来的 但现在 林寒认为这并不是那的迷糊妞 乱星女皇 之前在天海蜜镜中 林寒便看到乱星女皇以奇怪的方式在胡飞云的身上出现 而现在又来了 可现在又没有危险 你跑出来干嘛 等等 难道是因为吃醋了 林寒觉得不可思议 但除了这个原因外 还有第二个可能吗 她放下水燕玉 连忙向着胡飞云奔去 一把抓起对方的手腕 道跟我走 胡飞云步 乱星女皇目光一张 似乎要扬动神威震开林寒 却不知怎么地心一软 任对方带着她跑 两人很快就来到了白霜丰 进入了林寒的宫殿 你到底是怎么回事 林寒问道 乱星女皇哼了一声 道 你有什么资格质问朕 刚才你差点把我灭了 我难道还不能问个为什么 林寒脑道 乱星女皇其实也不知道自己为什么要出来 完全是因为脑子一热就不由付诸于行动 但她当然不会承认 道 朕想杀谁就杀谁 哪有这么多为什么 朕是傲娇 林寒正荣道 你今天的给我老实交代 你和九郡王到底是什么关系 为什么你可以在她的身上出现 你以为朕会把这个秘密告诉不相干的人 乱星女皇冷笑 可心里却是在抓狂 区区一个山河镜 居然可以在她面前讨价还价 什么时候星辰镜变得这么不值钱了 林寒盯着她看了一阵 道 好 我可以告诉你一些我的秘密 而你也不能对我有什么隐瞒 乱星女皇很想说你什么身份 有立场可以对她这样的要求吗 可两年来与林寒相处的点点滴滴泛喜 特别是最后一段 她主动索欢 那场面让她脸红心跳 不自禁在林寒面前弱了几分气势 你不要抵抗我的神势 我带你进我的空间神器去 第1145章90的秘密 乱妇女皇自然知道林寒有件空间神器 若非如此的话 她肯定已经将对方推倒了 想到这 她不由翘脸有些声音 在这副身体上 她的力量并不能发挥到极致 因此混沌气息不显 她脸上什么表情 林寒可以看得清楚 这让林寒惊讶 这位女皇居然也有如此娇羞的一面 太阳打西边出来了 你盯着正看什么 乱心女皇有些恼羞沉默 林寒嘿嘿一笑 她现在真的无法对这位女皇升起敬畏之心 来吧 她卷起这位女皇 进入了黑塔之中 怎么可能 乱心女皇发出惊呼 这个神器空间也太大了 不可能的事情还多着呢 林寒有些得意 能够让这位女皇如此吃惊 她非常有成就感 乱心女皇一路走过 不由地更加惊讶 因为这里种满了各种神药 一株株都是欣欣向荣 年份非常惊人 这让她觉得不可思议 林寒明明才刚开天上来 又如何能够种下这么多的神药 时间对不上啊 来 林寒抓起女皇的先手 向着前方跑 乱心女皇顿时没好气 这家伙抓自己的手抓上瘾了事吧 她顿时一甩想要将林寒震开 却发现自己居然敌不过林寒的力大 不由骇然 她的修为分明还在 一点都没有削弱 可居然不能挣脱一名小小的山河境 这又怎么可能 以 她震惊无比 欢迎来到我的世界 林寒大笑 在这里 我才是唯一的王 哼 小塔浮现 发出不满的声音 林寒嘴角抽搐一下 叹了口气 道 当然还有这件神器的气灵 总是不将我这个主人放在眼里 真是不好意思 小塔毫无诚意地道 乱心女皇目瞪口呆 这什么神器啊 这么牛逼 居然让林寒的实力远远凌驾于她之上 还有 这气灵怎地那么人性化 完全不像一般的气灵 冷冰冰 只是遵循着某种规律 在林寒的带领下 他们很快就来到了轮回树下 咦 无相圣人第一个发现他们 他看着乱心女皇 露出疑惑之色 你与之前的女娃儿有些像 可分明又不是同一个人 古怪 寒少 残业四人则是纷纷行礼 林寒摆了摆手 道 没事 你们还是继续修炼 争取早日突破神境 是 那四人又回到了轮回树下 继续修炼 乱心女皇则是看着轮回树 好像认得这诸神树似的 过了好一会 她惊呼 这是轮回树 林寒点头 道 真是见识广博 这都让你认了出来 乱心女皇想了想 道 你曾经买了一颗轮回树种 难道这就是 聪明 林寒树起一根大拇指 这样的美人儿自然是怎么夸奖都不为过 乱心女皇当然不会将她如此刻意的夸奖当回事 而是思索了起来 道 你才来到神界不过两年多 无论如何 你都不可能得到这么多的神药 再加上这诸轮回树 那么只有一个可能 她双眼放光 你有能力催生神药的生长 嘿嘿 林寒笑 怎么样 想不想在这里修炼 这可是轮回树 在这里修炼一天 相当于外界悟到一年 乱心女皇立刻露出怦然心动之色 对于她这样的强者来说 原力的积累可以说是小意思 几千年就能完成 可对于大道的参悟 却是以几百万年 甚至上千万年来记得 看看这个星系 只有一个横河镜就知道了 接下来一步的跨越是多么的困难 你有什么条件 不过乱心女皇立刻盯着林寒 这个人情 这已经不能用人情来形容了 只要透露林寒 拥有一株轮回树的秘密 她会被全天下的圣人追杀 你这家伙不会想让镇下架吧 林寒正荣道 我刚才已经说了 我告诉你我的大秘密 相对应的 你也要告诉我你的秘密 乱心女皇横了一生 你以为是小孩子过家家吗 你说一个我也说一个 但她不得不承认 林寒还真是信任自己 连拥有轮回树这样的大秘密 都是告诉了她 让她不由生起了一丝丝感动 真的只有一丝丝 她对自己强调道 你想要知道什么 女皇很傲然地问道 你和这副身体到底是什么关系 林寒问道 这明明是胡飞云的身体 可现在却变成了乱心女皇 实力强横 虽然还没有乱心女皇本体的程度 但也达到了新沉静 哈哈 本尊知道 无相圣人不甘心被晾在一边 突然交了起来 前辈知道 林寒亚然道 当然 无相圣人傲然说道 很简单 她是九蛇族 林寒茫然 这怎么又和出身什么族有关了 乱心女皇健壮 索性说了出来 不然无相圣人也会说 瞒不住 她道 九蛇族有一个天赋能力 就是可以拥有九个分身 林寒一愣之后 才醒悟过来 道 这是你的分身 等等 九王 九王 那是你的九个分身 不错 乱心女皇点头 她终于明白过来 为什么无相圣人说 乱心女皇的力量应该达到九星 可展现出来的实力 却远远没有达到这样的高度 那是因为 这位女皇将力量分散在了九具分身之中 难怪九王的地位那么高 得到了女皇不合理的支援 原因很简单 因为九王就是乱心女皇 看到林寒还有些疑惑 乱心女皇又道 朕修炼了九死天宫 画出九个分身 只要全部修炼到星辰境巅峰 再回归本身 便能达至星辰境的极境 林寒不由眼睛一张 道 其实你可以冲击横河境的 只是为了将星辰境修炼到完美 这才一直没有突破 你以为呢 乱心女皇傲然说道 林寒莫然 心中则是对这位女皇非常佩服 不愧是雄才大略的女皇 为了追求境界的完美 竟然不惜如此麻烦 画出九道分身齐修 他道 万一有哪一道分身在中间出了岔子的话 那阵将受到永久性的道伤 与最强二字无缘 第1146章与女皇谈感情 也就是说 你每次要修到极境 都得画出九个分身吗 林寒问道 不错 乱心女皇点头 速容道 境界越高 九分身要达到巅峰所需的时间也越长 这也是一个考验 到了恒河境后 如果正还要追求极致 便可能不够时间去冲击创世境 不过 他顿了一下 现在有轮回数 那便不同了 确实不同了 境界越高 在大道领悟上花的时间就越多 有轮回数帮助悟道 一天便可抵一年 别说只是练九个分身 就是九十个都是小意思 林寒瞄了对方一眼 这位女皇说这话是啥意思 都没进林家的门 已经想着老林家的好处了 可 她轻轻咳嗽一下 道 那的 我虽然说分享秘密 可没有说要与你分享这诸轮回数 普天之下 莫非王土 你乃朕的子民 朕云你持有 没有让你上脚便已经是大度了 你还想藏私 乱心女皇傲然说道 靠 不愧是当皇帝的 真会掰 林寒连连摇头 道 这是我的压箱笛宝物 怎么能够与外人分享 你要在这里修炼 不是不行 但你看 那四个是我的追随者 这位老前辈 他就算了 根本不是人 总之 不是自己人 不能在这里修炼 无相圣人不由郁闷 他不是人又是什么 不带这么埋太人的 人家好歹也曾是圣人 唉 寄人篱下 只能忍了 乱心女皇又怎么会听不出 林寒话中的意思 自己人 什么叫自己人 他哼了一声 这小子果然对他没安好心 可他却是生气不起来 因为林寒真若是那种卑鄙小人 他早就被林寒推倒了 哪还会等到现在 真是个奇怪的家伙 那你想要怎么样 他凤幕为咪 散发出危险的气息 嘿嘿 你可要想清楚 这里可是我的地盘 我的地盘我做主 你在这里逞威风 小心被我惩戒 林寒笑道 他很早以前就想打这个女皇的屁屁了 虽然现在这身体不是女皇的主体 但没关系 他的意识在这呢 绝对是感同身受 乱心女皇不由气势已弱 在外界 他一只手就能镇压林寒 可在这里 不好意思 确实是林寒的地盘林寒做主 林寒搓着手 一副十分期待乱心女皇会嘴硬的模样 乱心女皇翻了个白眼 林寒笑道 刚才为什么突然出手 难道不是吃醋了 哈 乱心女皇冷笑 吃醋 你以为正有那么咸的功夫 那你为什么要出手 林寒笑道 他可不介意与这位女皇耗点时间 正为什么要告诉你 乱心女皇冷笑道 林寒嘿嘿一笑 道 这可是你自找的 他一把将乱心女皇抓了起来 将她按在膝盖上 二话不说就耍流氓 啪啪啪 打了这位女皇的屁股来 在黑塔中 他最大 除了小塔之外 他从来不认为自己是什么君子 之前没有推倒这位女皇 完全是因为原则问题 可两人抱了 摸了 亲了 在林寒的原则中 这就是他媳妇 难道这样了 还能让这位女皇嫁给别人 开玩笑了 因此 打女皇屁屁 他一点压力都没有 吕皇挣扎 这太丢人了呀 可恶 他咬着牙叫道 声音确实妩媚的如能滴出水来 明明他现在就是胡飞云的模样 美是美 但称不上祸水级别 可换了一个灵魂 他的一举一动都是风情万种 女人味十足 林寒嘿嘿笑 道 还不老实交代 你想死吗 吕皇大人怒急 他万万没有想到 两年间都是规规矩矩的林寒 居然会这么敢大包天 居然打起了他的屁屁来 他只觉臀部传来一阵阵苏麻的感觉 其实并不疼 却好像将他体内某种未知名的情愫点燃了 让他不自经地加紧了双腿 绝乖了没有 林寒哈哈大笑 打这个分身都已经如此美妙 那要是真人呢 他心中一荡 差点狼嚎算你算你赢了 女皇大人只好妥协 现在形势比人强 林寒意犹未尽 道怎么不再坚持一下 我还没有过瘾 唉 乱心女皇顿时有种抓狂的冲动 好想一口咬死这个家伙 他哼了一声 道你想要迎娶阵 也不是不行 搂了抱了轻了 他又下不了手宰了这个男人 那似乎只有下架意图了 身为女皇 他自然不缺霸气 为人做事果断无比 绝不拖泥带水 扭捏作态 有什么条件 开出来吧 林寒大大方方地道 你什么时候迈进创世镜 正便嫁给你 乱心女皇道 喂喂喂 你这也太没诚意了吧 林寒立刻指出道 你这么天才 可百万年也才刚刚达到 新陈镜大圆满 那我要娶你 岂不是的两三百万年之后的事情了 这家伙的自我感觉还真好 乱心女皇在心中说道 因为林寒根本没有怀疑过自己不能达到创世镜 而只是觉得要达到这一步需要的时间有点久 但真的久吗 如果两三百万年真能达到创世镜的话 那绝对是前无古人 至少在他认知范围内便是这样 简直快得离谱 朕即将达到新陈镜的极境 那突破横河镜自然不在话下 你若是连朕的修为都不如 有什么资格取朕 他淡淡说道 好 林寒一拍手 道 那你就乖乖地等着 做我林家的媳妇吧 乱心女皇横了一生 道 但在此之前 你是朕的下沉 要尽好做一个下沉的本分 若是敢 他还想对林寒警告 却不料被林寒一把抄了起来 又反按在腿上打起了屁屁来 我说女皇大人 你弄错了一点 取你只是一个形式 不要妄想挑战你男人的权威 林寒很高兴 又有机会蹂躏女皇大人的屁屁了 还有 你给我说清楚 那九郡王的灵魂又该怎么办 第1147章上古天族 郑干嘛要向你解释 乱心女皇高傲地道 啪 一声脆响 林寒扬了扬手 道 你好像还没有搞清楚自己的状况 这一记屁屁打得她火辣辣的 异样的情愫在体内奔腾 有一种让她爆炸之感 她可不敢再玩下去 万一擦出了火 那她以后不是要总被这样的画面纠缠了 当这个身体的修为迈进星辰静后 郑的意志会慢慢觉醒 与她融合 吕黄说道 九神秘数都是如此 朕若山合径 那九神就都是山合径觉醒 若朕是恒合径 那就要到恒合径才能觉醒 林寒争了一下 才道 那她应该是不知道你的存在 不知 乱心女皇摇头 林寒的脸色有些难看 道 那当你的意志复苏时 就是她彻底消失的时候吗 乱心女皇安慰道 九神的个性本来就是从朕的身体中分裂出去的 严格来说 这些都是属于朕的一面 而且 以后朕修炼到恒合径后 仍可以将九神再分裂出来 林寒的心中这才好过一点 她对天真迷糊的九郡王还是相当有好感的 不过 她在转念一想 不有脸色古怪 怎么了 乱心女皇问 林寒迟疑着道 那我娶你一个 不是还搭送九个 乖乖 你们十个一起上 我哪应付得过来 刘 流氓 乱心女皇气急 一巴掌扬起就把林寒给抽飞了 林寒当然是故意让女皇打飞的 在黑塔之中 乱心女皇还真不是她的对手 但轻薄了人家那么久 也该还上一点 否则出了黑塔之后 她肯定要被乱心女皇反越 因此现在让她打两下 也好让她消消气 她跑了回来 道 我说媳妇 谁是你媳妇 乱心女皇脑道 她只是给了林寒一个机会而已 可真要让她心甘情愿地点头 至少现在的林寒还没有这个资格 林寒嘿嘿一笑 道 那我叫你什么 小心甘 小宝贝 乱心女皇瞠目 本以为林寒是个正儿八经的人 谁料居然是如此的不正经 她摇摇头 只觉自己可能做了一个错误的决定 却又不想纠正过来 叫我女皇大人 她强调道 好吧 林寒点头 心道现在叫你女皇大人 以后让你叫夫君大人 那个 女皇大人 现在就两个人 你需要叫这名字吗 一点也不可爱啊 林寒叹了口气 随即正容道 古天族是什么鬼 似乎很牛逼的样子 这个本尊知道呀 无相圣人又开始刷存在感 堂堂圣人居然被晾在一边 这两个家伙还真是 难道不知道圣人的时间无比宝贵 难得有她这个圣人愿意指点指点 你们居然毫不在乎 乱心女皇看了那光团一眼 然后收回目光 有这个似乎无所不知的圣人在 有些事情是隐瞒不了的 那还不如她主动说出口 上古天族 这是一些强大但稀有的族群 在上古时期出现 每一个个体都拥有强大的能力 李小泽也可能是古天族的 无相圣人插口道 她觉得林寒的体魄强横得不可思议 这除了古天族没有别的可能 乱心女皇点头 对于这点她倒是相当地赞同 林寒却是摇头 她身家清白 怎么可能是古天族 她只是修炼了不灭天经而已 这才能够让体魄 神魂强横到超出一个境界的地步 不过 其他古天族林寒虽然没有见过 但只要看下乱心女皇就知道了 九蛇可以拥有九个分身 相当有九条额外的性命 这非常惊人 几乎无法想象 时间差不多了 正要暂时退去了 乱心女皇突然说道 林寒想了想 道 我送你出去 乱心女皇可以知道胡飞云的事情 但这是单向的 在乱心女皇入主的时候 胡飞云根本不知道发生了什么事情 就好像在天海秘境中 明明是乱心女皇干掉了那头大腰 可胡飞云却以为是林寒干的 乱心女皇点头 两人一起出了黑塔 本尊难道是空气吗 无相圣人纳闷地自语 怎么一个个都不理自己的 前辈 我有一个问题请教 我也有 残业他们围了上来 顿时让无相圣人自省心恢复 神采意地去指点他们了 人都需要证明自己的存在 被需要 这位元圣人陨落得太久 心境当然也不能和当初同日而语 只是被几个破须镜拍下马屁 就屁颠屁颠了 出了黑塔后 乱心女皇郊区一颤 眼睛闭上 但立刻又睁了开来 整个人的气质却是在一瞬间出现了巨大的变化 高高在上的霸气不见 变成了一个迷糊的小姑娘 咦 我怎么在这里 胡飞云十分奇怪地道 她咬着手指 牵着脑袋 显得很是奇怪 你先在这里等着 凌寒说道 带胡飞云点头后 她出去找到水燕玉 再带她过来 水燕玉看到胡飞云时 还是掩不住有些敬畏 小生地对凌寒道 她散发出来的气息怎地那么可怕 这个以后再说 凌寒摇摇头 然后向胡飞云笑道 九郡王 我带你去一个好玩的地方 好呀好呀 胡飞云拍手 以她这样的迷糊性格 真是被人卖了还要给人数钱 凌寒以神式包裹住两女 一起进了黑塔 来到了轮回树下 这是轮回树 凌寒向胡飞云介绍道 以后 你每天晚上都来这里修炼 这样 修为将提升得很快 又要修炼啊 胡飞云露出苦涩 人家讨厌修炼 好辛苦好无聊的 凌寒想到 九王都是从乱星女皇身上分离出来的部分性格 这妞的迷糊 恰好是乱星女皇没有的 因为剥离了出去麻 这倒挺有意思的 以后九分身重归本体 那乱星女皇的性格会出现怎样的变化呢 乖 好好修炼 凌寒揉了揉胡飞云的头 胡飞云嘟着个嘴 并没有觉得凌寒这样做有什么不妥 可水燕玉却是看得眼珠子都要瞪出来了 那可是九郡王啊 女皇大人可是说过 见九王如见震 你还真是胆大包天了 她却不知 刚才凌寒连乱新女皇的屁屁都打了 第1148章天交聚会 安抚了一下胡飞云 让她乖乖修炼 凌寒则是带着水燕玉去到一边 她先给了水燕玉一个日吻 两年多没见 她真是想这个美丽的大妖精 水燕玉先是挣扎 但很快就花为了春水 摊在了凌寒怀里 笑脸变得通红 凤眼妩媚的如能逼出水来 不要 她欲句还赢 媳妇 你中了毒 必须要为夫以身相许才能化解 凌寒一本正经地道 此乃情毒 为天下最毒之物 不过 我不入地狱 谁入地狱 水燕玉顿时想翻白眼 这家伙明明自己动了色星 居然还说得这么冠冕堂皇 真的太无耻了 可被凌寒吻的是神魂颠倒 她的脑子都有些不清醒 迷迷糊糊地点了点头 过了好一会才知道不妥 可被凌寒又是几记日吻下去 再次变得迷迷糊糊 只想被这个男人狠狠地占有 我爱你 她嘀喃道 我也爱你 凌寒食指灵动 很快就让她迷人的同体完全出现在自己的面前 她用手指画过育人的胶躯 将她的热情完全点燃 爱我 水燕玉伸出双臂 如同蛇一样缠着凌寒的脖子 两年多没见心上人 虽然知道她必然无恙 可担心却是难免的 这在重遇凌寒后化成了浓烈的情火 好像可以将凌寒燃烧一般 宝贝 凌寒亲吻着这个大妖精 这一次不再浅尝者指 要将对方真正变成自己的女人 寒 温柔一点 她用近乎不可闻的声音道 我会的 春风一度玉门关 菊花金矢为君开 凌寒和水燕玉躺在花丛之中 水燕玉小鸟依人 苏在凌寒的怀里 笑脸上全是满足 坏人 原来你是想娶陛下 才会急着把我 把生米煮成了熟饭 水燕玉听凌寒说完乱新女皇的事情 不由掐了一下凌寒 凌寒连忙摇头 道 这是我和你之间的事情 与其他人无关 媳妇 你这么漂亮迷人 我忍了那么久 你就不怕将我逼坏了 臭臭流氓 哪怕已经和凌寒有了夫妻之时 可水燕玉还是受不了凌寒的挑逗 一说就脸红 迷人之急 看着他这春光妩媚的模样 凌寒不由又来尽了 五 水燕玉与他贴在一起 又怎么可能没有察觉呢 顿时瞪大了心眼 其父 现在开始第二轮 凌寒大笑 一个翻身将水燕玉压在了身下 开始了攻伐 一而再 再而三 水燕玉出场销魂滋味 自然有些贪得无厌 而凌寒也被这大妖精迷醉 颇有君王从自不早朝之事 直过了三天 两人这才结束了这场禅年 终于出了黑塔 胡飞云已经在抱怨了 这轮回树下修炼 一天就相当于一年 他连续修炼了五天 这可真是将他给憋坏了 让这要出去透透风 凌寒摇头 没想到乱星女皇也有这么童真 迷糊的一面 这要在那位女皇身上展现出来 又将是何等风情 他有些期待 出了黑塔后 水燕玉便着手搬家 他自然要和凌寒住在一起的 白天以这里的灵气修炼 提升原力 晚上再敬黑塔 再轮回树下参修 领悟大道 将敬敬的速度最大化 凌寒有三个追随者的名额 现在只用掉了一个 因此完全可以让水燕玉 进他的宫殿修炼 只要没人打小报告 水燕玉也不用放弃 他普通弟子的身份 水燕玉的重点是修炼 而凌寒则是将重点放到了炼丹上 他需要钱 纤魔剑还只是三阶神器 可提升到四阶 五阶 可那需要无数的三阶 四阶神铁 购买起来便是一个天文数字 凌寒确实有好些真元石 但远远不够 他现在可以炼制的最高阶 但要是太玄清名单 一颗就能卖几千真元石 而材料的话 黑塔中已经肿下了 距离收获之奇也并不遥远 能够为他节省大量的本钱 可凌寒还是想练品 接更高的丹药 因为同样练一炉 花的时间差不多 可收益相差太多了 他肯定要留足够的时间来修炼 因此练什么丹就变得很重要了 当然 现在他还没有得到更高阶的丹方 自然还是炼制太玄清名单为主 这让他有些遗憾 早知道应该像乱星女皇说的 让他下令将丹苑收集的丹方 都是给他抄露一份 这样他就能在这里慢慢研究了 可惜 当时他和乱星女皇 也没有挑破这层窗户纸 没关系 反正他又不是不回合宁星了 扣扣扣 大门敲响 范如连忙去开门 过了一会 他走了回来 递来一张请帖 道 韩少 这是您的请帖 林涵接过一看 原来这是几位种子天才 联合发起的一个聚会 品品查 论论道 时间便是明天中午 广邀所有山河境的种子天才 毕竟入宗好久 众人都还没有正式一起聚过 时间这么巧 该不会是针对我的吧 林涵笑道 他打爆了干尸云的神器 还把残体给收了 这个女人绝不会善罢甘休 嘿嘿 我倒正想看看 这里还有六人修出了第五座山河 实力又强到了什么程度 第二天 林涵独自一人 幸不走向山巅 这次的品查论道便是在白双峰的峰顶举行 因为此峰是种子天才的专属 所以重点弟子 普通弟子即使想要观战也是不可能 根本不能来这里 山峰很高 但对于山河境来说 这点高度自然也算不上什么 只是半个时辰之后 即使以林涵散步般的速度 他也来到了山顶 请出示请帖 这是一个十分宽阔的平台 入口处则是站着两名年轻男子 细语相当不凡 却是充当了守卫的角色 这应该是谁的追随者吧 不过 追随者都是如此不凡 这名种子本身的实力更是可想而知 林涵递出请帖 一名年轻人接过看了下 脸上露出一丝素容之色 道原来是寒少 请 平台上摆着一块块石头 大大小小不一 想来应该是充当座椅的 此时 大部分石头上已经坐了人 林涵目光扫过 便看到了几个熟人 邵思思 苏京 多安 全力轩 还有玉皇 丁平 这二人显然没有认出林涵 因为也没有听到林涵的名字 自然不会联想到林涵身上 只是对着他扫了一眼就收回了目光 接着 又有灵星几人过来 像是下无缺 像是胡飞云这的迷糊蛋 还有干尸云 这女人一出现 就将目光盯在了林涵身上 散发出森然的寒意 第1149章品查论道 林涵自然无惧 甚至懒得理会 自顾自掏出一颗神果啃了起来 这只是一枚二阶神果 不算太过珍贵 可林涵却真是当成了水果在吃 这让许多人看得大叫奢侈 但诗云差点气爆 这家伙居然还在若无其事地吃水果 根本没有将他那威胁的眼神当回事 可恶 人越来越多 到太阳到了绝顶时 终是在无一人来到 所有的石头都是坐着人 但也有些人是站着的 那都是追随者 分裂在平台四周 没有资格走到前面来 石头的数量肯定是与种子相符的 看这里坐无虚席 可见今天这场品查论道 是所有人都来了 第一次种子聚会 大家都是对其他人很感兴趣呀 而且 每一名种子都是自信满满 相信自己无敌 自然想要借这个机会树立自己的地位 呵呵 人都来起了 一名男子站了起来 向着众人露出笑容 也许还有人不知道我的身份 那就自我介绍一下 在下何涛 在九百年前入宗的 这家伙很强很强 林涵在心中说道 对方的气息不显 深沉如海 即可能修出了第五座山河 才能拥有这样晦涩却强大的气息 要是换作在何明星 林涵不会这么想 但这里是领天宗 汇聚了无数顶级天才 而且海云长老也说了 算上他的话 宗内共有七名修出第五座山河的种子 这只是山河境范围内 要是扩大到日月境的话 那人数肯定还要更多 原来他就是何涛 山河境的种子中 他的实力可以稳排前五 若他便上那位是武者 同样是种子级别的超强者 可以与何涛比肩 再加上武文通 是安国 沈竹尔 匡佩山 合称六小王者 便上有人在低声交流 林涵听了之后便明白了 这所谓的六王 就是领天宗山河境弟子中 秀出第五座山河的佼佼者 哈哈 舒适品查论道 当然的有查了 何涛笑道 他从空间灵气中取出一只小炉子 然后架上一只茶壶 开始烹煮了起来 他用的并不是反火 而是手掌心土出烈焰 有神文交织 竟是以大道规则作为火源 在这样的神火之下 普通的金属肯定是被立刻熔炼的份 而且 以他的实力之强 恐怕四阶神铁都可能被慢慢化成铁水 但那只炉子虽然看起来小巧玲珑 喜貌不扬 却拥有着极强的抗火性 在神焰的焚烧下却是丝毫无碍 这只炉子不简单 林寒在心中说道 他倒是没有收取这件神器的想法 只有一个念头 批了 用来给仙魔剑提升品质 按理来说 如此神焰烧煮 炉水应该很快就沸腾了 但一炷香的时间都过去了 炉嘴里居然还没有一丝热气冒出来 让人怀疑这壶里根本没有装着水 呵呵这里面装的是极叶寒冰 要将枝融化的话 需要的时间有点久 可掏笑道 不过我们品茶论到怎么也得举行个三五天 那就先论到 茶可以等等再喝 什么极叶寒冰 不少人都是惊呼 其他人不知道这是什么东西 有人解释了才明白 极叶寒冰 只在飞云星的极北之地才会形成 那里冰寒撤谷 常年被冰雪覆盖 而在冰雪之下 到处有可怕的窟窿 人一旦踏上去 便可能跌到窟窿之下 被永远冰封 便是日月静强者都很不愿意去那里 因为那里并没有什么珍贵的神药 也没有极有价值的妖兽 不过 极叶寒冰就是为数极少的特产 为极北之地特殊的大道索宁城 饮其水可以悟到一丝寒冰之妙 普通山河镜就是碰一下都会被冻成冰块 不死也是重伤 不愧是何师兄居然可以弄到极叶寒冰 真是惊人 天才们虽然不服输 可是是摆在眼前 若是他们连承认差距的勇气都没有 那他们又怎么可能超越对方 因此 众人都是对何涛投去了佩服的目光 何涛微笑 一边烹煮着开水 一边道 我也是侥幸 追逐一头极元冰湖 才会进入到一个冰窟中 采到了几块极叶寒冰 一琢磨 刚好带回来给各位师弟师妹泡杯茶喝喝 有人奇怪 低声道 就那么小一壶 我们每个人连半杯都是喝不到吧 他说的杯子 还是那种极小的茶杯 一小口就能饮进的 不用担心 这壶内自有空间 虽然不算太大 但相信还是够喝的 何涛笑道 武者插口 道 何兄贡献了几叶寒冰为茶水 伟兄也不能小气 这里有几片悠扬茶叶 待会就用来泡茶了 扑 许多人都是喷了出来 甚至露出了激动之色 幼阳茶绝对可以算是宝贝 可以帮助舞者悟道 连日越境强者都未必拿得出手 不愧是王者 随便拿点东西出来就让人择舍不已 只有与黄和丁萍没有动容 开玩笑了 幼阳茶叶算得了什么 说道悟道的效果 有轮回数牛逼吗 一个是一天抵一年 你这幼阳茶可以做到吗 而且 轮回数下可以天天参悟 幼阳茶又才几片 不过 茶叶有限 只有十片 无辙又道 这样吧 此次论道的前十人 每人饮下的茶水中可以带上一片叶子 如何 虽然十片茶叶最后都要放到茶壶中 茶水便有很好的悟道效果 可再带上一片茶叶 这效果能一样吗 众人都是点头 摩拳擦掌 这既然是论道 那自然是武道实力更强的人能够得到最多的好处 这也是武道界亘古不变的真理 强者为王 在下方静 哪位师弟师妹前来伺教 一名年轻人率先越了出来 开口就是师弟师妹 显然自信满满 认为自己的实力足以为凶 呵呵 武来 又是一名年轻人谈身出现 请 两人互相行了一礼 立刻砰砰砰地打了起来 战斗非常激烈 第1150张徒弟出场 这两人的境界并不高 都只是山河境中几位 不过能够被领天宗收为种子 他们自然都有自己的长处 像那个方静 他浑身都是散发着寒气 凝结成了兵 攻击还没有打到他的身上就先被冰封了 而他的对手也不简单 可以深化雷霆 这比雷动九天要强大太多 有神文交织 无畏重击 普通的山河境遇到他们 便是在小境界上超出一大截都没用 轰出的攻击对他们都是无效 不过物理打击没有效果 但神文交织之下 还是可以伤到他们的 像方静以冰霜凝剑 交织着神文 便能刺伤到对手的雷霆之身 而反过来一样 那人不断以雷霆为毛 向着方静砸了过去 同样可以造成巨大的威胁 两人很快就打出了真火 全力对拼 进展所能 掏开他们的境界不说 战力非常惊人 果然 可以被裂为种子 哪一个都不能小瞧 灵涵不由想到 若是自己的境界与这二人一样 能不能压制他们 不好说 灵涵对比着双方的战力 在实力上这二人 其实不输同阶的自己 不过这还没有算上各自的底牌 比如筷字剑绝 灭龙星辰剑 这些秘法将让战力出现巨大的变化 令上 灵涵还羞了不灭天经 这体魄何等惊人 同阶一战 先天上就立于了不败之地 战了许久 终是以方进小胜一筹而告终 两人都是下场休息 将舞台留给了其他人 接下来 又是几人上台腰战 战斗激烈 大家都是当事天骄 自然都不会以仗境界为胜 无论是挑战的 还是应战的 都是选择与自己境界相当的人 至少也是在一个小境界中的 虽然小境界也可能带来最多三星的力量差距 但这就没办法了 世间没有绝对公平的事情 相反 若是落后一两个小小境界还能赢 或是打成平手 那这样的胜利自然含精量十足 昭显天才之名 灵涵虽然有些手痒 可这里除了和涛和无者可看作他的对手 其他人还真是实力与他差得有些远 自然不好意思欺负人 便是在一边观战 触类旁通 他倒也有些领悟 将快自建决与规则之间的结合更加深入 我们修炼 归根到底 可以总结为运用规则和破坏规则两种 那么我只要将这两者发挥到极致 这便是天下最强的道 不过 想要达到极致 就需要将规则领悟到极致 不然何谈运用 何谈破坏 灵涵暗暗点头 这里每个人都是修炼了不同的道 都可以为他起到帮助之效 在下丁平 请指教 他正思索时 却见自己的弟子跃入了场中 对方则是一名面目较好的少女 一身珠红色的长裙 名利却又不失妩媚 非常动人 面对这样的美人 丁平有些面红耳赤 他一来年轻 二来苦修的时间远远多于历练 阅历实在太少 蓝蓝 少女抱上名字之后 立刻出手 他用的是剑 一剑荡开 有无尽的剑翼流转 剑气纵横 将空间都是撕裂 形成了一道道裂系 这不致命 但非常讨人厌 因为空间异常了 你一跃过来 原本是直直的 可以跃五丈的话 那受此影响 便可能只跃出三丈 而且 方向都会发出变化 一旦战斗起来 丁平脸上的青色立刻消失 他经历过几场战争 知道战争是多么残酷 上了战场 那对手就是敌人 绝不能有任何的怜香惜玉之心 他抱好一声 身形冲出 也不管 就是双拳即轰 他天生不凡 骨骼构造异于常人 可以将力量百倍地释放 哪怕在山河境内 这也能够为他带来两星的力量提升 非常惊人 在破虚镜几乎修到完美 丁平迈进山河境后 力量可与五星多 再加上这两星的爆发 根本不需要动用什么秘法 双拳挥出就是最强的攻击 整整七星的力量啊 强大到已经可以碾压的地步 看到丁平出手 众人不由骇然 虽然丁平进入领天宗 已经有一年多的时间 可之前大家都在埋头苦修 直到今天才进行了第一次大型聚会 这小子非常惊人啊 要知道力量是武者的根本 一切秘法五计都是建立在力量的基础上 可力量也是相当难提升的 大部分人的力量只能与境界持平 能够超越一星都能灌上天才之名 像他们这些种子及天才 力量也不过可以越五到六星 想要达到七星 那必须修出第五座山河 打开力量上限 可以说 在山河境大圆满之前 六星就是力量的上限 丁平确实打破了这个限制 拥有高达七星的力量 完全不是靠秘法加持的 一拳轰出 普普通通 没有任何的神闻闪动 却如同天神一般 无坚不摧 蓝蓝的境界与丁平一样 都是小极位巅峰 可力量差距太大 他被压制 毫无还手之力 但能够成为种子 他自然不可能就这么简单地认输 昂 他轻斥一声 交去上升腾出一道道蓝色的光 竟是化成了一头头不过巴掌大小的蓝色小鸟 向着丁平飞扑而去 咦 这是蓝嘴鸟 上古时期的神情 传说着死过一位圣人 有人立刻惊呼 说出了一个惊人的传说 圣人 那是整个神界最强的存在 神话中的神话 可蓝嘴鸟居然着死过一位圣人 那是何等可怕的存在 至少摆头蓝嘴鸟一起向着丁平扑去 张开了利嘴 只见他们的嘴上有着一道道神闻 这一卓之威便可想而知了 绝不雅于被神兵销上以下 斩上一记 连圣人都能卓死 这些鸟当然厉害了 虽然现在只是从一名山河敬小即位的武者手里使出来 可威力却是非常的不凡 丁平无惧 一拳拳轰出中 全力挤压空间 形成了一道道波纹 这些蓝嘴鸟还没有近身呢 便被全力生生震爆 化为了碎光 蓝蓝发出一声尖笑 蓝光汇聚 形成一头巨大的蓝嘴鸟 散出来的气息猛地提升了一大截 第1151章羽皇依然霸气 蓝蓝是山河敬小即位巅峰的修为 可现在这头蓝嘴鸟散发出来的气息 却是赫然达到了中即位 甚至后期的程度 战力自然更加可怕 众人见状 都是吃惊不已 这可是相当于提升了一个小境界的战力啊 他们这些人的战力至少也能越武星吧 再提升一个小境界 那战力便直飙九星了 这太惊人了 不过要轰出这样的一级 对于蓝蓝来说负荷也是极大 他的俏脸已经变得了一片惨白 嘴角更有鲜血溢出 生命惊气都是猛地跌了一大截 恐怕 这一级的轰出甚至要斩掉寿元 这少女的好胜心还真是强 只是一场切磋而已 她居然自斩寿元 就算赢了 那也是杀敌一千 自损三千 丁平大吼一声迎上 但双拳俯一接触那头蓝嘴鸟 整个人便被震飞出去 碰地一下摔到了地上 双手都是受创极其严重 两条手臂也是血淋淋的 蓝蓝也不见得好到哪里去 一屁股坐在了地上 汗如雨下散发出一股虚弱之气 她这一级要是不能建功的话 那么绝无可能再发出第二级来 她只能说是惨胜 可丁平并没有祭出大招 被这一级消耗生命惊气为代价的大招烘拜 其实也在情理之中 毕竟两人的境界是一样的 与黄跃身而出 将丁平抄了起来 带回去到石头边 不由摇了摇头 其实她更看好丁平能赢 可这家伙好像对人加动了心 居然没放大招 偏偏还要应接 那不是自己找拜妈 她放下丁平之后 大步走下场 道谁与我一战 她放下了帝皇的身份 却并没有放下那份骄傲 说道气势 这里真没有几个人能够与雨皇媲美 虽然她还只是终极未出奇的修为 哈哈 我来 一名绿山青年月了出来 她一身华服 更是佩戴着许多的饰品 而且每一件饰品都是散发着隐晦的气息 绝不同凡响 此人要么是爆发户 要么是家族太过尊贵 才会在身上挂了那么多的饰品 那是朝宣 朝 朝家的人 不错 就是那个朝家 司 朝家是一个大族 在很久很久以前出过恒河境的大能 有着极度的辉煌 可在那位大能化道之后 朝家后继无人 自然不复当初的辉煌 这朝宣有野心 要重现古祖时的辉煌 她确实有惊人的天赋 可也太傲了 认为这里没有一个人能够与她平起平坐 你们最多也就是可以成为新陈境 而我却是要成为恒河境的存在 不过 她现在的修为还比较弱 就只有山河境终极未后期 毕竟 她太年轻了 修到只有近百年 却能够走到这一步 这非常惊人 随着境界的飙升 宇皇的容貌也变得越来越年轻 但看上去再年轻也回不到十几二十岁去 她现在看来大概是二十七八的模样 放在这样一群年轻人里便有些显老 没办法 虽然论实际年龄宇皇要比大部分人都年轻 可谁让她跨境生花境的时候便已经近六十岁呢 在众人看来 这是与皇天父不足的表现 不是妈 像他们这样的天才七八岁时就能跨境生花境 身体只会生长而不会丝毫衰老 衰老意味着什么 你的境界跟不上啊 生命精气大量流失 不然怎么会衰老呢 曹轩脸上带着笑容 可心中却全是不屑 自己居然与这种废物同为种子 简直是对她的羞辱 那好吧 就好好给此人一个教训 最好是能够让她自动退出宗门 免得拉低了她的层次 看招 她十分看不起羽皇 一掌暗下 漫步惊心 羽皇初级 轰 霸气四射 双拳轰出如雨 什么 曹轩立刻露出震惊之色 没想到羽皇的攻击竟是如此伶俐 她的实力确实很强 但并不见得比羽皇强 因此被羽皇抢到先手之后 自然是步步后退 只能被动防守 羽皇的战斗经验何等丰富 可以说如果两人的境界底牌一样的话 林涵也没有把握击败羽皇 她这一战道上风 攻击绵绵 无孔不入 谁能小瞧羽皇 以十九星的力量跨境山河境 虽然还没有修到完美 可破虚境的一星力量在山河境最多只有半星的影响 绝不至于产生天壤之别 砰砰砰砰 羽皇连轰 朝轩连退 当退到第十七步的时候 朝轩暴吐一口鲜血 被一拳轰飞 承让 羽皇收手 这只是切粗而已 自然是点到极止 朝轩一跃而起 她的脸色已经长成了猪肝一般 秦和一堪 她一百个看不起羽皇 却连还手的机会都没有变被羽皇轰败 简直是她舞到路上的耻辱碑 未来要成为横河境强者的存在 怎么可以接受这样的惨败 再来 她一跃而出 这回 她再不敢大意 浑身有大道之光迸发 神闻交织浮现 将战力催发到了极致 众人一看 都是在心中摇头 比已经败了 却如此的输不起 那只会让人更加看不起 所以说 天赋只是一个方面 这是成为强者的前提条件 可想要成为强者 光有天赋是远远不够的 但不得不说 现在的朝轩非常强大 绝对不容小事 与黄冷恒一声 他也动了怒火 这么输不起的人让他看不起 那就轰爆了 他出拳 向着朝轩砸了过去 砰 砰 砰 一拳接着一拳 朝轩这次虽然有了准备 可还是被轰得步步后退 居然还是被完全压制的份 喂喂喂 这家伙的拳法怎地那么可怕 论力量 还是朝轩要烧胜一筹 怎么在正面对拼中 却是落在了下风 那人的拳法太强了 每一拳都好像凝聚着天地之士 斯 这又成为一代宗师的潜力啊 这里都是试货的人 莫不震惊无比 与黄的修为在这里算不得顶尖 可只说拳法 他却是远远超越了所谓的种子 达到了让人仰望的高度 二哥的拳法竟呼吁道 哈哈 可喜可贺 林涵暗暗说道 脸上露出笑容 他在星空大坟中见过大道之剑 而与黄的拳法同样有弱大道加持 威力自然惊人 只是他是得到了大道之剑的启发 这才领悟了自己的路 可与黄却是完全靠自己的悟性 相比之下 连林涵也不得不写个福字 这位二哥真是天生的武道奇才 第1152章小人行径 与黄动了真怒 十拳之后 曹轩再次被轰飞 太强了 明明境界相似 甚至曹轩还要高出了两个小小境界 可是招遍败北 这太让人无法接受了 要知道 大家都是种子 都是超级天才 境界相同那怎么都应该是打得难解难分 可结果却是完全的一边倒 甚至 与黄的境界还要低了一些 差了两星的力量啊 林涵确实知道 与黄走的路子就是刚猛罢绝 要是能够赢 那么差不多十招就够了 而要是拖到十招百招去 说明与黄其实是落在了下风 曹轩两次被击败 脸皮已经不是猪干色了 而是铁青铁青 再没脸在这里带着 无脸而去 再待在这里 每个人的目光都如刀剑一般 让他崩溃 与黄战役雄雄 道 还有谁与我一战 众人面面相去 境界与与黄相当的人 完全没有把握战胜与黄 而境界在与黄之上的 又不好意思出手 之前连中级位 后期的朝宣都是被轻松击败 那显然中级位巅峰 也不怎么够看 可要是大级位的话 这差距也太大了点 谁好意思占这个便宜 因此 与黄求战 这里虽然有上百人 却愣是无人应战 呵呵 也不能冷了气氛 这样吧 五来一战 吴哲站了起来 众人面面相去 这可是六位王者之一 他要出手 这里除了何涛 还有谁能够匹敌 而且 这境界差距也太大了 还能说是切磋吗 为了公平 我会自封修为 大家同境界一战 吴哲说道 他在身上拍了几下 果然 气息立刻跌落下来 降到了与与黄 差不多的层次 这位师弟 这样可公平了 他笑道 与黄不达 只是长笑一声 双眼中战役雄雄 向着武者展开了狂轰 砰砰砰砰 他轰泉如雨 便是强如武者 居然也只有招架的份 被逼得步步后退 众人骇然 莫不惊呆 那可是武者啊 六位公认的王者之一 他们可以横扫山河径 只有另外五人 可以称为对手 可现在同境界一战 居然是与黄压着武者打 这真是意外无比 等以后 与黄也达到山河径巅峰 那不是要成七大王者了 武者虽然脸上带着淡淡的笑容 可心里却在骂娘 他也没有料到 与黄的拳法 会厉害到这样的程度 之前观战只觉很猛 但自己面对时 才发现对方的拳法挤进天道 一拳轰落 仿佛是诸天镇压 完全无法抗衡 倒不是真的没办法对抗 但力量必须碾压才行 可现在境界一样 力量几乎相当 他凭什么碾压呢 他不能接受被战败的结果 哪怕他压制了修为 身为王者 同境界一战 岂能落败 他猛递一拳轰出 与宇黄硬汗 砰 两只拳头碰撞 顿时扬动起一道可怕的冲击坡 哪怕在场诸人 都是种子及天才 都是不得不张开原力护盾 否则被进风刮到一下的话 那滋味可不好受 吴哲和宇黄同时倒退 腾腾腾 吴哲退了七步 而宇黄则是退了九步 在力量上他微微落了下风 可不同的是 宇黄的拳头上有鲜血溢出 手臂也有明显的凹折 显然骨头都断了 这一次对拼 宇黄完败 不愧是吴师兄 六大王者绝非是吹嘘出来的 同皆一战无敌 众人都是赞叹 这才是符合他们想象的结果 林涵却是目光一朗 钉在了吴哲身上 刚才 吴哲的拳头上涌动起的神文数量 达到了九十一道之多 这意味着 他虽然没有动用终极位之上的力量 却运用了更强的规则之力 当然不公平了 力量虽然是吴哲最重要的因素 可规则同样不容小觑 就像在星空大坟中 那石像阵的力量一直没有变化 可因为神文的威力提升 石像阵的威力也步步提升 这在吴哲身上原本是不可能实现的 可现在吴哲却是以高境界打低境界 在力量不变的情况下 却可以提升神文的威力 效果与那石像阵可说是一模一样 这一点吴哲做得十分隐秘 可又怎么可能瞒得过拥有真实之眼的林涵 感谢我二哥 林涵顿时涌起了怒火 他盯上了吴哲 这个亏他一定要讨回来 与皇为人干脆 他也察觉到了一丝不对劲 但输了就是输了 没有什么借口好找 焰点点头 道 我输了 说着 退到原来的位置坐下 承认 吴哲故作谦虚 吴师兄 请此招 林涵正待下场 却见有人比他快了一脚 已是抢先跃入了场中 让他只能暂时打消了主意 这人 是苏精 请 吴哲放开了修为限制 对方是山河镜大圆满 他不需要刻意去压制修为 作为师兄 我就以十招为限 只要苏师弟接得下我十招 就当我输了 这话说得自信飞扬 但并不过分 不压制修为的话 他可是拥有五座山河之力 力量至少是七星 别看六星与七星之间只是一星之别 但这一星的差距是非常大的 苏精不敢大意 对方可是山河镜中的王者 真正站在了这个领域的巅峰 强得超乎想象 他第一时间祭出大招 浑身有无量神光缠绕 身体在一瞬间化为了火山 浑身有赤红色的岩浆涌动 而鼻孔中喷吐着炽热的气流 这还是人吗 分明是一尊荣火炬人 无者从容自若 没有修出第五座山河的人 是不可能知道这个境界有多么强大 别看只是多了一星的力量 但这可是极境 比日月境都要难修 若不能横扫在此之下的一切山河境 那修炼极境还有什么意义 苏精一掌拍下 漫天全是赤红色的火焰 岩浆喷涌 仿佛末日降临 众人连忙撑起援力护盾 这可是大远满级别的战力 与之前的战斗又不可同日而语 轰 轰 轰 苏精连轰 无者则是随手招架 显得漫不惊心 随意之急 九招 无者一笑 道 苏师弟小心了 我要反击了 第1153章王者之威 无者一掌拍出 如天之崩 如心之坠 砰 苏精顿时被拍飞出去 虽然他曾经被誉为年轻一代中的王者 暴视同辈 甚至连老一代的山河境强者都能踩在脚下 可遇到真正的王者 他就只能隐恨 毕竟 修出第五座山河 这是层次上的压制 太强了 不过苏精也不是没有机会赶上 甚至超越对手 只要自己也能修出第五座山河 一切皆有可能 可在此之前 他只有写一个福字 无师兄 小妹也想请教一下 绍思思飘然下场 林涵不由郁闷 怎么一个个都和他争呢 算了 你们上吧 等没人挑战无者时 他再出手好了 无者看着少思思 眼神中闪过一道惊艳之色 美女是一种资源 但非常平凡 毕竟神界的人口基数实在太大了 总能找出几个爵士美女来 可武道天赋绝佳 有可能成为王者 并且家族背景强大 集三者于一生的美女 就绝对是稀缺资源 面前这个美女便拥有了所有的优点 自然让男人清新 可以说他的修为即使稍训一些 天赋稍差一点 也能让成篇的男人败倒在石流群下 师妹 请 无者的语气柔和 竟显师兄的温润如玉 和涛露出一抹冷笑 他自然知道无者的真面目 只是他也不相信 邵思思会被无者三言两语所骗 这样的花痴又怎么可能被家族重点培养呢 还请师兄手下留情 邵思思服了一服 将女性的魅力发挥到了极致 这样的示弱自然不会被人鄙视 反而会觉得他懂规矩尽尊长 好感更增 好多男人都是对他看得目不转睛 只有干师云在心中催了一口 因为这正是他惯用的伎俩 果然无者的表情更加从容 笑容也更甚 道师妹请 邵思思双手一振 竟是寄出一杆长枪 足有三丈长 直在他手中 顿时让他多了一股鹦鹉名利之气 再加上他本来就出陈绝丽的容貌 更加诱人 饶是以无者的心境都是忍不住心头一荡 而其他人就更加不堪了 纷纷狂吞口水 去 邵思思驾驿着长枪 向着无者展开了功法 长枪喷吐着雷光 好像一条雷龙似的 极是可怕 嗯 无者微微心惊 对方的实力还真是不容小觑 谁要以为他只是长得漂亮 是一只花瓶的画 那真是大错而特错 长枪次来 一道道雷光从枪身上浮现出来 画成了一条条雷蛇 向无者吐射着雷霆之怒 有点意思 无者笑道 他若是没有修出第五座山河的话 那面对这一集还真的会手忙脚乱 这个女人绝对可以成为他的劲敌 可现在他的实力却是远远凌驾于对方之上 没有修出第五座山河的人 决然无法想象这个境界有多么强大 他只是推出右手 嗡 一只藏青色的原力大手浮现 对着长枪抓了过去 无穷的威势圈荡 瞬间就将邵思思的气势压制 这真是不怕不是祸 就怕祸比祸 邵思思刚才一出手 谁都是心中震荡 哪得敢小瞧这个女人 可随着无者强势出招 却是立刻将邵思思完全压制了下去 这差距还真不是一星半点 轰 锯手暗落 长枪顿时去世受阻 耳后更是弯曲起来 好像承受不了距离 要生生断折一斑 邵思思娇齿一声 身上也有无尽的雷光涌动 力量猛地飙涨 痴妹的实力 天分都是非常不凡 只可惜 与为兄还存在着极大的差距 不休出五座山河 终究只是凡胎 无者伸手虚推 那只大手顿时威势在掌 向着邵思思强势反推而去 恐怖的力量袭来 邵思思连忙将右手一震 长枪竟是自行瓦解 却并没有断 而是化成了一张盾牌 护在了她的身前 将无者这一击挡了下来 原来 她的长枪并非一根神铁打造而成 而是无数的小链子锁在了一起 可以变化随意 刷 邵思思将右手一抖 盾牌再次化成了长枪 对着无者打了过去 哈哈哈哈 无者大笑 毫不为意 大手继续暗落 只是几招而已 便压制的邵思思不得不开口认输 杜安 罗景仁 夏无缺等人都是陆续下场挑战 但都是被无者轻易击败 尽显亡者之威 不愧是无师兄 太强了 原来 山河镜真能修出第五座山河 我一直以为这只是个谣言 难怪无师兄可以为王 修出第五座山河简直可以认为是日月镜 对其他山河镜是绝对的碾压 不知道有没有人可以接下无师兄十招 开玩笑了 你见过有山河镜能够接下日月镜十招吗 肯定是不可能的 众人都是赞叹 对无者毫不掩饰的敬佩 确实 修出第五座山河太不简单了 苏京却是沉吟一下 道 如果说只是接十招的话 我觉得有医人完全可以做到 邵思思立刻眼睛一亮 道 不错 杜安也点头 道 若是那人也能来的话 那真有可能让无师兄出道百招以上 众人都是惊讶 他们说的是谁呀 居然能够得到几位种子天才的一致 推崇 过 此人是谁 吴哲笑着问道 但眼神深处确实带着一丝不屑 真是好笑 不修出第五座山河 有谁可以是他的石河之敌 林涵 邵思思 杜安 苏京等人一口同声道 也许 百招都不能解决 要拖到千招以上 连下吴缺都是开口 这有点出人意料 他居然如此看高林涵 吴哲不由生老 连千招都不能解决 开什么玩笑 与黄和丁平互看一眼 一个露出淡淡的笑容 另一个则是无比自豪 哦 这个林涵又是何方神圣 既然被几位师弟师妹说得如此神奇 怎么不见他来宗内呢 吴哲问道 少思思摇头 道 之前星空大坟开启 他曾与我等一起进入 还说好要再领天宗重聚 没想到就此没了踪影 真是奇怪 哈哈哈哈 有几名种子顿时大笑 说了半天 连入宗的资格都没有 这也配称天才 第1154张林涵是谁 你们笑什么笑 胡飞云跳了起来 林涵最厉害 是最厉害的 众人惊讶 没想到又跳出来一个为林涵说话的人 这可是种子啊 哪个种子不是心高气傲的 可林涵此人还没有出现 却是被几名种子推崇被制 这真是让人难以想象 众人也生起了好奇 想要看一看这个神秘的男人 到底拥有何等强大的实力 怎样的魅力 吴哲却是在心中生起了醋火 因为少思思 胡飞云这两个爵士美女 都是流露出对林涵的好感 胡飞云就更加不用说了 简直谁说林涵坏话 他就和谁急得的模样 偏偏这个男人连领天宗 都没有资格进 他不爽之极 想他乃是六大王者之一 平时不知道有多少宗内女弟子 对他投怀送抱 只是他一心舞蹈 根本没有兴趣 好不容易看到这次的种子中 有几个角色丽人 却一个两个都对 另一个男人敬佩不已 太可恶了 别让他遇到 否则肯定打死 真是笑话 既然如几位师兄说的那么厉害 怎么会没有被宗门收录 一名绿山少年冷然说道 正是前几日去挑选追随者时 被林涵一记指剑便急退的福良夜 此时他的手上还包扎着白布 虽然那是林涵随意一记指剑 可其中却是有着他的五道意志 哪有这么容易驱逐的 五道意志不散 这伤口就好不了 我看啊 只是一个废物而已 一切都是吹出来的 他不屑地说道 放屁 丁廷立刻跃了出来 指着福良夜道 立刻道歉 这又与你何干 福良夜道是不敢大意 这个少年虽然被拦拦击败 可本身的实力却是强横无比 他未必有胜算 因为林涵是我师父 丁廷肃然道 没有林涵 就没有现在的他 对于丁廷来说 林涵就是真理 只要林涵说一句话 他连圣人都敢拔拳 又岂能容忍输林涵的坏话 啊 众人都是大吃一惊 瞬间就将林涵的形象无限拔高 能够培养出一名种子级的弟子 这是何等惊人 来战 丁廷大声叫道 他怒火冲天 浑身有一道道神光蒸腾 远比平时要来得强大 咦 林涵惊讶 这个弟子还真是不简单 难道在愤怒之下 他要燃烧小宇宙 还是觉醒了什么远古血脉 将战力推升到新的高度 扶梁叶冷恒一声 道 我是终极位 懒得欺负你 他一来没有击败丁廷的把握 二来手上还带着伤 战力远没有达到完美状态 自然巨战 万一落败 输给一个低境界的对手 那让他将脸面往哪个 丁廷还想再挑战 却见于黄跃了出来 在他的肩头上一按 冲着他摇摇头 丁廷只好放弃了这个打算 这可是二师伯 师父不在 当然地听二师伯的话 我也是终极位 与你一战 不算欺负你吧 与黄沉生说道 我了个擦 扶梁叶只觉莫名其妙 不过说了一个从来没有见过的人几句坏话 其实也不算是坏话 这不是实话实说吗 怎地好像捅了上天一个窟窿 麻烦无穷呢 一个个都要向他挑战 你又与那的灵涵是什么关系 他问道 对于羽黄他就更加不敢大意了 对方的实力他又不是没有见过 连无者压制境界打都是被轰得连连倒退 一度没有还手之力 与丁平打 他还有几分胜算 但是和羽黄交手的话 他连半点把握都是没有 羽黄杨权 道 林涵乃我四弟 扑 众人再次大吃一惊 这徒弟是种子 兄长也是种子 你们这一家是属妖怪的妈 也太霸道了吧 来战 羽黄立喝一声 扶梁叶脸色巨变 但任他如何自信都不敢与羽黄交手 更何况现在还带着伤 他倒也是拿得起放得下的人 当即道 是我口不择言 莽撞了 这是低头了 让一个种子及天才在众目睽睽之下低头道歉 这完全是一种羞辱 可比起被当众击败 这肯定要好上许多 因此 扶梁叶还是做出了明智的选择 羽黄这才点点头 回到原来的位置坐下 霸气 众人看着 莫不对羽黄形成了这么一个印象 此人的修为实力都不是最顶尖的 可那股霸气却珍视着人 在场觉没有几个人能够气急 吴哲的脸色唯唯有些难看 本来他已经控制了场上的气氛 一切都是围绕着他而转 他是唯一的中心 可现在呢 被一名连面都没有见过的人抢去了风头 吴师兄 你站了这么多场 也该休息一下 将舞台让给我吧 一名白衣青年跃了出来 脸上带着灿烂的笑容 张师弟 吴哲目光一跳 露出一丝丝的警惕之色 此人名叫张龙 当初与他齐名 战力也不相上下 但在一百年前 他迈出关键一步 修出了第五座山河 可对方确实到现在还没有成功 将两人的差距急速拉大 但吴哲却不敢轻视这个张龙 因为对方的天分真是不弱于他 只能说是时运不佳 才总是功亏一篑 可指不定哪天他就跨境了极境 可以与他平起平坐 呵呵 那就先让给张师弟了 吴哲想了想 点头退后 将场地让了出来 他已经展现出了足够的实力 没必要再炫耀下去 过犹不及 张龙目光扫过 明明他的眼神很柔和 可被他盯上 每一个人都是从心底 升起一股寒意 仿佛被一条毒蛇钉上 不由自主便将头低了下来 不敢与他对视 这是一尊强者 哪我没有修出第五座山河 也差不多了 有碾压同辈的强大实力 最后 他的目光停在了凌寒身上 这位师弟 切磋一下如何 他发出挑战道 众人都是以惊 张龙竟要挑战凌寒 要知道 张龙可不是一年多前进入领天宗的 而是早在九百年前 在这样一个大宗接受了九百年的熏陶 哪怕还没有修出第五座山河 可实力肯定远远超过一般的山河境巅峰 但诗云露出一丝冷笑 这可是他动用了一块高阶神铁 才请动了张龙出手 就是要给凌寒一个狠狠的教训 让对方当众出丑 第1155章让你三招 寒师弟可敢一战 张龙淡淡说道 他确实是收了干师云一块高阶神铁 但这并不是他肯出手的原因 他肯出手 是因为他就喜欢采天才 越是天才就越是让他兴奋 凌寒站了起来 道既然你想要求败 我自然会成全你 这家伙的口气很大啊 还没有战 便已经认为自己赢了 就不怕把话说得太满 等下被人打脸吗 张龙脸色一沉 道我比你早入宗九百年 你该尊称我一生师兄 谁是师兄 谁是师弟 不是应该由实力决定的吗 凌寒淡淡说道 哪一天我要是迈进了日月镜 张师弟还得称我一生大人力 靠 这次我感觉真是爆棚了 众人都是摇头 凌寒虽然很强 还没进宗门就打败了干师云 但干师云毕竟只入宗了一年多 实力强得有限 张龙却是完全不同 他已经入宗九百年 得传了宗内许多的秘法 虽然他并没有修出第五座山河 但肯定将山河竞修到了完美的地步 在五座山河之下 他应该是无敌的 哈哈 张龙冷笑 你很狂 但我就喜欢你这样的对手 将你踩得体无完肤 颜面扫地 难道 你就不担心自己才是被踩到地上 无地自容的人 凌寒摇了摇头 这个玩笑一点也不好笑 张龙横了一声 我可没有开玩笑 凌寒针锋相对 张龙的脸色越来越冷 他将手一挥 道 那就来战吧 看在你是先入宗的份上 让你三招 凌寒将双手复到身后 狂傲 张龙大怒 猛地就向着凌寒攻了过去 轰 他虽然并没有修出第五座山河 却是将山河竞打磨到了极致 原力厚实无比 一级挥出便如同诸天镇压 有山河竞无敌的霸士 凌寒脚下魔洞 从容而退 却是肩不容法地让过了对方的攻击 轰 轰 轰 三招轰过 凌寒果然手都没孩 便将对方的攻击通通化解 嘶 众人都是震惊 这有点强啊 张龙的实力之前已经分析过了 除了六位王者 这里谁有底气说可以让张龙三招的 可凌寒不但说了 而且还做到了 此人的实力 深不可测啊 连吴哲和何涛都是露出了一丝亚然之色 他们都没想到凌寒的实力会这么强 都让了你三招 索性再让你一只手吧 凌寒将右手继续附在背后 只是扬了扬左手 这 你也太看不起人了吧 那可是张龙啊 但诗云既震惊 又心中快意 这下凌寒可是把张龙王死里的罪 现在都不用他说了 张龙肯定想把凌寒除之而后快 很好 很好 他就不信了 以张龙的实力还不能将凌寒拿下 那对方这所谓的种子天才 先入宗九百年都是修到狗身上去了 张龙无法冲冠 他动了真怒 让人三招 让一只手 这应该是他的台词 可现在居然被一个后辈如此对待 他感觉受到了奇耻大辱 这位师弟 你这是自找的 他目光森朗 突然有一道血色泛起 皮肤瞬间变得血红 然后身体猛地膨胀起来 啪啪 手上布料立刻撑爆 露出两只毛茸茸的爪子来 不错 并非手臂 而是爪子 他现在的两条手臂化成了虎爪 有近七十道神闻闪动 散发着血色的光芒 嘶 这是什么秘法 我怎么感觉张师兄的实力超出了山河境的层次 有人惊呼 他明明也是种子及天才 可现在却是被张龙的气势压得脸都白了 不 没有超过山河境 你会生出这样的感觉 那是因为你的境界还低了些 这是张师兄修的一门奇功 名为大绝血虎术 一旦施展出来 力量速度都将提升一大截 张师兄原本就已经将山河境修到了巅峰 力量可越六星 现在再加上大绝血虎术 极有可能让力量越近七星层次 这是极静的力量 由早就入宗的师兄 倒出了张龙磁石的状态 对方并没有出修出第五座山河 却是另类地打破了山河四小径的极致 不过 秘法中就是有使用时间的限制 不像真正修出了五座山河 那力量是永驻的 而且 修出五座山河就不能修炼秘法了吗 张龙力吼一声 会爪向着凌寒攻去 咻 他太快了 整个人好像化成了一道雪光 快得让大部分山河境大圆满都是无法捕捉 砰 只见凌寒出手 左手弹动 打出了一道剑气 这一剑 快到了巅峰 砰 攻击对撞 形成了璀璨的光 让大部分人都是睁眼若茫 根本看不清战况 但光芒很快暗淡下去 只见凌寒傲立场中 左臂屏蔽 食指中指并成了剑 有微弱的剑光扬动 而张龙却是倒在了凌寒脚下 脸朝着天 胸口又鲜血鼓鼓涌出 什么 强如张龙 居然被一级就打败了 众人都是瞪大了双眼 连呼吸都是停滞了 这怎么可能 这完全不可能啊 有些人都是要抱头惊呼了 觉得自己的眼睛定是花了 搞错了双方的身份 一定是张龙一级打败了凌寒 可在睁眼 场面却并没有丝毫的变化 张龙躺在地上 已是晕死了过去 败了 败得彻头彻尾 凌寒踢出一脚 将张龙踢回到他原来的石头上 这一脚用力无比巧妙 刚好让张龙趴在了石头上 屁股朝天 双臂搭拉着 那模样肯定将永远留在众人的心中 但诗云只觉一股寒意从心底升起 凌寒的强大完全超出了他的想象 连张龙都是轻易击败了 难道对方修出了第五座山河 那真是一道天气啊 以领天宗这样的超级宗门 汇聚了百多个星球的最天才 可现在也才六名王者而已 这样的天才 肯定会被宗门视为珍宝 让他怎么可能还有报仇的希望 凌寒向着他冷冷地投过一眼 张龙偏偏挑战自己 显然与干诗云逃不脱关系 干诗云只觉灵魂都是战斗了一下 连芒低垂下目光 不敢与凌寒对视 呵呵 真没想到 韩师弟的实力竟如此之强 吴哲拍手笑道 眼神中有一丝强烈的忌惮 他连张龙都不敢小觑 因为对方极可能修出第五座山河 再次追上他 那么 这个打败张龙的男人不是更加可怕吗 林涵展颜一笑 道 吴兄 可否四教一两招 第1156章吴师弟 吴兄和吴师兄虽然只差了一个字 但代表的意思完全不同 吴师兄 那是一种敬称 自认实力不及 而吴兄呢 那是一种客气的叫法 绝不认为自己比对方弱 就像何涛和吴哲 他们辩护称对方为凶 并没有哪个称对方为师兄 而自称师弟的 因为他们都认为自己更强 又岂会自降一格 可那是何涛和吴哲啊 六位王者中的两个 你林涵有这样的资格吗 吴哲的脸色不由阴沉下来 露出了不满之色 这个小子以为打败了张龙 就可以挑衅自己了 他忌惮张龙 可不是对方现在的实力 而是对方的天分 未来有可能与自己平起平坐 入论实力 他自然可以碾压张龙 修出第五座山河 那是值得提升 何涛则是唯唯一笑 他依然在以神宴煮着茶水 显得很是平静 韩师弟 你似乎有些太狂了 吴哲寒然说道 吴师弟 我觉得还是称我为师兄的好 这样拜了也说的过去 林涵笑道 噗 众人都是张大了嘴 他们已经知道林涵很狂 可万万没有想到他会这么直接 大家都是领天宗的弟子 你何必做得如此过火吗 这一战你若是战败的话 那以后在宗内还混得下去吗 被六王者之一的吴哲针对 谁敢与你交朋友 林涵可以赢吗 恐怕除了胡飞云这样的死忠 基本没有人相信林涵能够赢得了吴哲 别看林涵刚刚打败了张龙 可吴哲却是打败了苏金 杜安等等爵士天才 而且 六王者之一 这个光环就足以让人对他完全的相信 在宗内 没有人可以挑战六王者的地位 大家都不明白 怎么林涵好像与吴哲有仇事的 居然如此针对 他们还真没有猜错 林涵这个人太护短了 对方刚才阴了羽黄 那林涵又岂能当作没有看到 自然是要将这个亏给讨回来 韩师弟 你还真是有意思 吴哲满脸的铁青 右手探出 嗡 立刻化成了纯金色 好像是神经所著 隐约还有一种透明之感 之前他几次出手都是随意之急 可现在还没有打救济出了大招 自然是动了真悟 当然 另一方面也是林涵够强 一招就败了张龙 这样的实力连吴哲也不敢大意 林涵同样不敢小看这个对手 因了宇皇是一回事 但并不能就此否定吴哲的实力 林涵的体魄足以让他立于不败之地 但他不想用这样的方式打倒对手 他是替宇皇讨回公道 自然要取得一场酣畅淋漓的胜利 吴师弟确实一点意思都没有 不好好叫声师兄 逞什么能呢 林涵笑道 理够了没有 吴哲怒吼 这一吼化成了实质 音波肉眼可见 更见一道道金色的连衣向着四周滚滚而去 砰砰砰砰 至少有一半人直接从石头叠了下来 一吼之威便如此强大 众人都是惊骇 之前吴哲估计连三成的实力都没有拿出来啊 惨了 林涵怎么挡 林涵傲然而立 音波眷过只是让他的衣角飘飘 法思唯唯扬动 又怎么可能伤得了他 他淡淡道 有理不再升高 你就算喊得再想 可师弟就是师弟 改变不了的 你 吴哲气的发狂 身形扑出 终是忍不住率先对林涵发起功法 理论上来说 这样的切磋肯定是师兄要谦让一招的 这也是之前他为什么明明暴怒却并没有出手 那是自重身份可现在却是被林涵气的忘了一切 只想踩翻这个可恶的家伙 不过他真的强大强大无比 修出第五座山河 那可是极静啊 无数道金光从天而降 画成一道道剑刃 向着林涵展落 林涵伸出右手 在头顶截出一道屏障 恐怖的原力沸腾 散发出丝毫不弱于武者的气息 砰砰砰砰 惊剑射落 却没有一道能够突破林涵的原力封锁 而这时 武者也已经扑到 一拳砸下 如同一颗大星坠落 让天地都是黯然失色 林涵好胜心大起 同样一拳拧起 向着对方引去 砰 两只拳头撞到一起 顿时暴闪出耀眼的光 一道冲击颇荡开 刚刚才做回去的猪人再次被震飞 这次更惨 纷纷跌落下了山峰 还好 山峰并不抖 因此他们也只是摔下一段就跌到了地上 武者和林涵这一拳对拼却还没有结束 双方都在迸发力量 要将对方轰溃 滋滋滋 无尽的力量以光的形式出现 不断地击射 而正耳的响起也是雷动 好像天崩一般 砰 终于 两人都是身形一颤 结束了这一拳的对拼 武者被弹飞了出去 一个翻身稳稳地落地 而林涵则是微微退后了七步 也拿稳了庄 谁占了上风 众人都是看不明白 似乎拼了个平手 林涵眉头为皱 他毕竟刚刚跨境极致 只说力量的话 对方要比他稍微高出那么一些 但并没有超过太多 那么 在力量差不多的情况下 那就看谁的密法更强 谁的战斗天赋更高了 武者的脸色一下子变得凝重无比 道 难怪这么嚣张 原来韩师弟也修到了极境 什么 众人只觉头皮发麻 这个咄咄逼人的家伙 居然也修出了五座山河 难怪了 难怪可以和武者叫板 两人都是站在了山河境真正的巅峰 那 便全力一战 武者大喝一声 双手探出 竟是不断地伸出变窄 化成了两把金色的剑刃 剑身上布满了绳纹 树以树 多达七十九刀 他大吼一声 向着灵寒杀伐而去 两条剑臂不断地舞动 斩出了可怕的剑气 灵寒也不示弱 以指为剑 向着对方迎急而去 叮叮叮叮 他们不断地对轰 明明都只是血肉之躯 可在交锋之中愣是发出了金属的撞击声 让人呲牙 这二人都将体魄修到了何等变态的地步 可谁也没有武者心经 第1157章手段评出 武者自然清楚 他的手臂可以化为神剑 那是因为他修炼的功法 可这门功法不能一直运转下去 否则时间一长 他的身体会受到永久性的损伤 但灵寒却完全没有运转功法的迹象 仿佛体魄天生就强横的像是神铁 这太可怕了 世间真的有这样的怪物吗 他深深地吸了口气 对手的强大有点出乎意料 他晃动了一下必见 清赫道 上穷必落下黄泉 斩尽天下万万雄 砰 他的体内喷射着剑光 整个人的气势顿时在上一个台阶 我急事件 他出手 向着灵寒斩了过去 每一剑都是大开大合 就是要以无上的剑意将灵寒斩断 灵寒阳指引上 对方既然不用宝器 那他也不会祭出些魔剑 他就是要在方方面面压倒对方 让无者输得无话可说 给我阵 灵寒发动重力神文 影响着对方的行动 境界相同之下 便是无者也要受到影响 差别只在于受到的影响有限 他打了一个亮枪 但立刻就稳住了身形 继续向着灵寒攻去 灵寒黑黑一笑 一边挥指引上 一边以重力神文进行影响 便是对无者只造成一丁点的影响 这在高手对决中还是具有极大的影响 无者确实打得非常不爽 重力神文对他的影响不大 可每次都会让他的攻击出现一丝丝的偏差 这让他的心情极其不好 在战斗中 心境是非常重要的 但发动大招之后 他的战力确实提升了一个层次 颇有将灵寒压制之势 灵寒也是傲气如火 并指如箭中 火焰神文跟着发动 他的右手顿时缠绕上了熊熊烈焰 这可不是反火 而是大道规则 可以焚尽神铁的 无者眉头大咒 这样的神焰让他都是感觉到了压力 对方看上去比他还要年轻许多 又是怎么能够 捐科那么多的大道规则在体内的 他不能输 无者战役冲天 他可是六大王者之一 王者又岂能败 就是败给那另外五个王者也是不行 因为败了 他就不能与之并列 多 他轻斥一声 声浪化剑 向着灵寒斩去 灵寒狠是随意地轰出一拳 啪 爆碎 但他却只觉是海一通 好像被针扎了一下 咦 精神冲击 灵寒不由嘖嘖 没想到对方只是以声浪作为掩饰 真正的杀招却是来自神魂的攻击 只是对方万万不会料到 他的神魂修炼的无比稳固 那可是不灭天精淬炼出来的 就好像体魄一样 要超过修为一个小境界 什么 见自己的精神冲击无效 无浙中是露出了震惊之色 他刚才使用的可是死灭冲击坡 那是一门级高深的神魂攻击之术 乃是领天宗的秘迹 他也是因为修到了山河境的极境 才被传授了这么密数 否则任你在天才都不可能的传 灵寒刚刚才进入宗内 当然不可能被传授死灭冲击坡 退一步说 就算被传授了 那也只是提升了神魂的攻击性 而并非防御力 他以一生力喝掩盖了精神冲击 让对方吃了个节节食时 可对方确实屁事都没有 这也太匪夷所思了 什么怪贪啊 灵寒展颜一笑 道这个偷袭不错 我给你九分 少一分是免得你骄傲 靠 你真以为自己是师兄吗 无者面容冷峻 中世纪出了一剑神器 那是一把略带残破的剑 有几处明显的破损 散发出古老沧桑的气息 三云三花剑 他肃然道 三云三花剑 有几人立刻惊呼 那是吴家的传世之宝 据说是吴家老祖当初用过的 在最后一战中人剑巨影 但宝剑却是吸收了吴家老祖的灵魂 实践修炼的话 可以感悟吴家老祖的剑意 当初 吴家老祖可是星辰境中的至强者 传说可以与横和境强者过上几招的妖孽 难怪吴师兄的剑意那么强大 原来是他得到了三云三花剑的传承 这可绝非是仿制戏 而是正宗或 能够让我祭出三云三花剑 你也值得自豪了 吴哲说道 林涵哈哈一笑 道 不管你祭出什么 你今天终是难逃一败 话说的太满可不好 等下可是会打自己的脸 吴哲身形扑出 仗剑而攻 一剑扫过 无数的云彩花朵浮现 林涵只觉自己好像进入了另一个世界 到处是花和云 但他只是稍稍一动 这些云和花都是散发出森然杀机 可怕无比 步步惊奇 步步危险 灵寒不惧 就算这真是一件高阶神器 那也得看在谁的手里用出来 吴哲虽然修出了第五座山河 但显然还没有达到极致 那便不可能拥有日月境的力量 他的体魄决定了 他必定可以笑到最后 差别在于是赢得轻松一些 还是困难一些 他右手一振 将仙魔剑寄了出来 顿时 煞气冲天而起 是金铁未来可是能够冲击仙京的 哪怕现在品阶还不高 但底子在那呢 而且还经历了几次天结淬炼 捐刻下了林涵的道 一个是自己的道 另一个却是不知道多少万年前古人的残气 在德兴应手上能够一样吗 顿时 仙魔剑散发出万丈豪光 神威惊人 羽黄和丁婷都是藤帝站了起来 露出激动之色 一看到仙魔剑 他们自然便猜出了林涵的身份 也明白过来 为什么对方要和武者扛上 那是因为武者打伤了羽黄 而且手段还不怎么光明 以林涵那护短的性格 又怎么可能善罢甘休呢 两剑对听 武道意志发生了大冲撞 神文一道道浮现 画成规则之链在天空中舞动着 如果三云三花剑还在当初的完全状态 那仙魔剑绝对不敌 毕竟还只是苗子 远远没有达到仙晶的高度 可现在三云三花剑残破了 若非还与吴家老祖的灵魂相结合 这就是一块废铁 这对上仙魔剑 恰好是针尖对曼芒 不分上下的局面 第1158章处处压制 林涵暗暗点头 仙魔剑本身的高品质 终是发挥出了威力来 毕竟是能够成为仙晶的材料 这打造出来的神器能不厉害 林涵根本不用操控宝剑 因为剑身中烙印的全是他的武道意志 一个念头就能一动 可用手挥出来完全没有两样 这就可怕了 这把剑变相当于林涵的一个分身 与林涵联手齐弓 战力何等惊人 无折不由后悔 之前大家都不动用神器 他其实并不落下风 只是暂时取胜无望而已 正是他太想要取得胜利 才会将三云三花剑祭出 试图尽快解决战斗 巩固他师兄的威严 可谁料 对方的神器居然同样强大 而且与林涵本身完全契合 好像是他自己的瘟养出来的一般 这让他郁闷死了 真可以说是偷鸡不成反到十了八米 把自己坑了进去 仙魔剑与林涵心神相连 运转着林涵自己的剑道 向着武者消斩而去 而林涵自己则是双拳连辉 对着武者狂轰 这是他想要走的第二条路 剑道 是他的第一选择 而且有了仙魔剑这样的宝器 不走剑道实在浪费 但除了剑道 他还想走近战之道 因为他修炼了不灭天津 身体强横 完全可以称为是人形兵器 再加上九龙霸体术 他的力量绵绵不绝 最是适合近身战斗 拳头 脚肘甚至头部 都可以成为致命的武器 先魔剑绽放无尽神光 而林涵的拳头则是缠绕着神焰 就是一拳一拳地爆轰 如同与皇一般散发出我主天下 谁与争锋的霸气 谁不服 我就撵凭谁 无者不服 你这也太欺负人了 因为这种撵压式的打法 也只有在实力相差悬殊的时候 才会看到 一拳拳地就是直轰 不讲章法 遇到的对手只要烧墙 就能反过来让你大吃苦头 他怒吼一声 右手直剑迎及掀魔剑 左手则同样化成拳头 向着林涵迎急而去 身为六大王者之一 同街一战 他无惧任何一个人 腾腾腾 两人不断地对轰 论力量两人几乎相当 武者虽然要稍些强一些 但强的也十分有限 因此还是可以认为是一场势均力敌的对拼 两人的出拳都是奇快 只是几个呼吸的时间便对拼了摆来拳 终是身形交错 结束了这一次短暂的近身激斗 林涵自然若无其事 可武者的左手却是血淋淋的 有鲜血低落 甚至整条手臂都在颤抖 这样实打实地对轰 便是原力护盾也起不到多少的保护作用 这也是为什么绝大部分武者 都会避免近身战的原因 削弱了原力的作用 而绝大部分人修的又都是原力 少有人去修体术的 显然 在体魄上林涵完胜 武者嘴角抽搐 只觉不可思议 这家伙的神魂稳固的吓人 可现在才发现 这体魄也同样是变态级别的 怎么可能有这样的怪物 众人也是骇然 战力全开的情况下 武者居然受伤了 这谁能想到 但施云则是郊躯发颤 他终是知道自己错得有多么离谱 惹上了一个多么妖孽的家伙 此人只要不死 日后的成就必将阵骨朔惊 林涵淡淡一笑 道 吴师弟 还不认输吗 武者脸色铁青 双眼中全是杀气 这不是欺人太甚吗 他可是六王者之一 谁不得给他面子 你才刚刚进宗殿 如此咄咄逼人 这真的好吗 韩灵 你过了 武者咬牙道 虽然他还有几张底牌 但想到对方那恐怖的体魄 他就心中发虚 就是既出底牌 又能奈何得了对方吗 再者 这只是切磋 可他有些底牌 却是消耗型的 用了就没了 他也舍不得 因此 他希望林涵可以见好就收 不要闹得太过分 叫一声师兄 我自然会让让你 林涵淡淡说道 对方阴了羽黄 他哪会轻易甘休 武者目光阴沉 拳头捏得紧紧的 他绝不会认输的 李珍以为可以赢我 他运转了一门禁忌之法 额头上现出了一个古怪的花纹 散发着幽暗的光芒 那是什么 四周的人都是心惊 只是看上一眼罢了 脑海就仿佛被剑斩过 难受得无法形容 这是这是 梦魇绝功 有人惊呼道 天哪 吴师兄竟学会了这门古功 众人连忙追问 才听那人说道 这是领天宗几门最高深的功法之一 但特别难练 从来没有听说过被谁练成了 没想到竟是在武者的身上用了出来 武者的气势有了明显的变化 浑身有幽幽的气息生疼 仿佛化身成了夜眼 带给人无尽的噩梦 灵寒不以为然 他的体魄 神魂都是超出了山河境的极限 那需要担心吗 他天生就是站在不败之地的 区别在于 他要以怎样的方式取得胜利 导要领教一下 他十分感兴趣 这门功法让他隐约有一丝心悸之感 理会后悔的 武者冷然说道 一拳对着灵寒的空轰出 打出无数道幽光 他吃了一次亏 也学乖了 不敢与灵寒进身硬汉 而是采取了武者最正统的打法 拉开距离拼五技 灵寒挥拳迎上 扑扑扑 幽光打在他的拳头上 竟是留下了一道道血印子 好厉害 灵寒惊讶 要知道他现在的体魄强度 可是五阶神铁级别 堪比日越境小极位强者的权力防御 可饶是如此 还是被打出了几道血印子 足以这幽光的可怕 然而 武者确实要下晕过去了 他的境界其实并不足以推动梦魇绝功 现在用事用出来了 但代价则是他在事后将整整三个月 无法动用原力 付出如此大的代价 这打出的幽光自然可怕无比 可现在却居然只能在灵寒的拳头上 留下几道血印子 你让他情何以堪 一口老血都是喷得出来啊 有点厉害 但是不够 灵寒哈哈大笑 驾驭着仙魔剑 展开了杀阀 将武者完全压制 第1159章颠覆王朝 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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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灵寒怒拳连辉 一定要让武者开口认输 这是他欠羽皇的 不得不说 能够成为种子莫不是绝顶天才 更何况武者还是种子中的王者 他的实力强横无比 灵寒一路将每个境界都修到了完美 可时间并非只有他一个人可以做到 至少武者也是这样的天才 如果灵寒没有修出第五座山河 那么任他怎么妖孽在武者面前就只有挨打的份 可就算是现在 两人的实力也没有明显的差距 不过 灵寒拥有同阶真正无敌的体魄 这是一个巨大无比的优势 让他在出手的时候可以少了许多的顾忌 可以更多地将力量放在进攻端 反观武者 他现在虽然动用了秘法 可以伤到灵寒 但这绝不可能持久 两人对拼 都是飙穴 天哪 原来山河镜可以强到这样的地步 相比之下 我简直就如同还没有跨境山河镜的小武者 我一定要修出第五座山河 众人都是抱头惊呼 不少人更是下定了决心 不修出第五座山河绝不突破日月境 这对领天宗造成了很大的影响 因为这一批人中 后来确实又有几人修出了第五座山河 战力卓越 可更多的人却是终生止步于山河镜 连日月境都是无缘 毕竟 哪怕对于种子及天才来说 第五座山河依然是遥不可及 林涵长笑不绝 他展开了自己的剑道 快自剑绝与大道之剑相结合 在速度奇快的同时 还拥有可怕的破坏力 这是他自己的道 被他称为雷霆剑法 取雷霆之名 是因为闪电的速度是天下间最快的 而雷霆之威天又恐怖无比 与他的道相合 就像羽皇的天子拳法 随着他的境界提升 雷霆剑法的威力也会提升 因为这并非固定的招式 而是一种意境 一种对于大道的领悟 刷刷刷 林涵手执仙魔剑 人剑合一 将雷霆剑法的威力更推一层楼 吴哲闷恨不绝 就是只面对林涵他都有些周金剑肘 更何况还有一把仙魔剑 这可是林涵温养出来的神器 与他心意相合 可以将神器的威力最大化 他被压制 从十招还五招到十招还一招 最后仅仅只剩下防守之力 谁都看得明白 虽然他还没有认输 可是实上却是败了 败了 没有一丁点的借口 同街一战 硬实力的不如 所有人都是沉默 但许多人露出了兴奋之色 吴哲他们已经霸占了山河敬王者之位太长时间了 是该有新锐奋起 冲击他们的地位 而吹响着冲锋号角的人 便是林涵 新入宗的弟子本就雄心万丈 此时被林涵所激励 都是信心百倍 他们对山河极境充满了渴望 因为只要踏上这个台阶 他们就能如林涵一样 向老王者发起挑战 取而代之 林涵这一战 开启了颠覆王朝的序幕 在战几个回合后 吴哲被林涵一箭斩飞 在胸口留下了一道极深的伤痕 这还是林涵手下留情 不然的话 他会被拦腰斩断 这只是切磋 而林涵也只是为了给予黄讨个公道 双方并非不死不休的仇人 不过 被当众打败 想必吴哲从此之后肯定将恨上了林涵 吴哲恨恨地看着林涵 猛地转身就走 也不管品茶论到还没有结束 那个吴师弟 茶叶呢 林涵笑道 既然已经结仇了 他也不介意再结的伸点 吴哲脚下一顿 头也不回 手一扬 扔出了十片金银的茶叶 正是他之前沉默的十片悠扬茶叶 不过他并非扔给林涵的 而是何涛 他继续迈步 很快就走下了山峰 人影消失在缭绕的云雾之中 林涵无所谓地拍拍手 回到了原来的位置 闭眼假妹 他脸色从容 却是对何涛等六大王者升起了强烈的戒心 只以战力而论 他真的没比武者强大太多 但他拥有仙魔剑 这剑神器非常强大 哪怕还没有达到四阶 可已经展露出非凡的威势 第二则是他的体魄太强大了 可以很大程度上无视对手的攻击 不过 若是有什么秘法 或者说是神器可以针对他的体魄呢 至少在达到圣王之前 他的体魄都并非无解的 不能赢了一场就小看六王 一旦生死恶战的话 谁知道六王还有多少底牌 能够绽放出怎样可怕的光辉 当然林涵也只是警惕而已 不敢大意 可他还是有着必胜无敌的信念 丁廷看着自己的师父 脸上全是激动 太强了 自己的师父就是这样 总能给人惊喜 之前还说他没资格进入领天宗 他就趴地跳了出来 之前还说六王无敌 可吴哲确实被生生哄拜 他一定要以林涵为榜样 不求超越师父 但一定不能丢了师父的脸 弱了师父的威名 切磋继续 不过 在见过林涵与武者的王者之战后 接下来的战斗众人都是觉得无趣之极 这看的人无趣 打的人当然也无趣了 很快就没有人在下战挑战 而是开始讨论起了武道 这里的人都是最天才 而每一个人都不可能在方方面面做到完美 而是各有所长 因此 哪怕是一个小集位也能说出一番独特的见解 让人频频点头 气氛越来越热烈 众人都是没有藏私 将自己的心得说了出来 与众人分享 当然密法武器之类肯定是不可能掏出来给人的 那就不是大方 而是傻缺了 林涵也是获益良多 他的雷霆剑法 却取一对大道的理解和破坏 因此 每个人对于大道的领悟都能为他带来灵感和启发 他也大方分享了一些心得 但核心部分 比如雷霆剑法肯定是不可能传授的 呵呵 水终于煮好了 大家来喝茶吧 和涛笑道 那只小小的水壶中 终于有热气飘了出来 古怪的是 这些热气聚而不散 蒸腾出种种奇妙的形状 不愧是神水 光是这湖水就价值连城 第1160张扬号来了 从某种意义上来说 和涛和武哲还是挺不错的 至少都是拿出了真正的好东西给这些师弟师妹 若非武哲好胜心太强 已因招赢了羽皇 林涵也不会向他挑战 让他含恨而去 林涵问了一下才知道 另外四名王者都是去各个地方探险了 在领天宗 弟子们之间的关系还是相当不错的 师兄师姐们在外历险 得到些好东西的时候 会拿出来与新入宗的师弟师妹们分享 这是一个传统 向另外四王回来的话 也会拿出一些见面礼给林涵他们 一代一代 形成了很好的传统 众人评出了论道中十位最出彩的人物 他们所喝的茶水中 可以多一张悠扬茶叶 林涵自然是其中之一 他要没有这个资格的话 谁有 宇皇也得到了这样的殊荣 但丁廷却没有 他败给了兰兰 不管是什么原因 输了就是输了 显示出他的心境还没有修到家 韩兄 可有兴趣去一处古地探险 何涛过来 向林涵发出了邀请 林涵不由一笑 道不知道是怎样的古地 应该是上古时期的一个大宗门 好像道统被灭了 但还是留下了许多有价值的东西 何涛正荣道 他知道不说点实质性的东西出来可打动不了对方 林涵道 以和兄之能 好像没必要拉上我吧 何涵呵呵一笑 道 有一个宝库 需要和七人之力才能打开 而且必须达到山河境的极境 林涵亚然 打开一个宝库都要这么高的条件 这个古宗门好牛逼啊 要知道领天宗哪怕汇聚了百多个星系的醉天骄 可这一代也才有七人修出了第五座山河 那倒是可以见识一下 林涵起了兴趣 什么时候出发 他没问这个古地在哪 不然就太不适去了 何涛哈哈大笑 道不急 不急 这个古地其实掌握在宗门的手里 乃是一个秘境 每隔百年才会开启一次 不过也快了 就在半年之内 于神灵而言 半年确实非常快 宗门很早就想打开那的宝库 但那里限制了进入者的修为 必须是山河境 可在此之前 只有六人才修出了五座山河 因此 每次都只能路过那宝库而心叹 何涛说道 若非如此 沈竹尔 是安国和武文通这三位 早在几十年前就可以突破日月境了 只是他们还有万一的念想 才压制修为 打算等到这次古地的开启后再做突破 呵呵 真是天从人愿 现在涵凶出现 古地开启有望了 林涵亚然 道 也就是说 沈十五这三位已经将第五座山河都是修到了完美的地步 嘶 这可是时兴的力量啊 可比日月境小极未出奇 何涛唯唯一笑 道 至少这三位元已经达到这个层次了 匡佩山十几前便修出了第五条大河 现在不知道如何 修出第五座大山 那力量可迈进七星 修到完美则是八星 而修出第五座大河 意味着力量迈进九星 林涵好奇 道 那何兄呢 呵呵 何涛露出笑容 过了一会才到 比他们四个差了点 前几天才修出第五条大河 思 九星之力 相比之下 吴哲是最弱的 第五座大山绝对还没有修到完美 不然在力量上 他应该可以压制林涵 而并非只是小战上风 王者就是王者 浩强 林涵原本就不敢小瞧了六王 现在听何涛一说 自然更加重视 不过 他也不会因此敬畏 毕竟他也有强大的底牌 没必要畏手畏尾 众人喝着茶 继续论道 好水配好茶 让每个人都是沉浸在大道之中 这时候 众人天才的一面都是尽显无语 几乎每个人的体内都是生腾出了神光 可以看到大道的规则 自然是悠阳茶发挥了效果 但也有些人例外 比如林涵 他的身上就啥也没有 没办法 都是喝过轮回茶的人 这区区悠阳茶能够起到什么作用 林涵没有 核桃也没有 显然 他不是早就喝过 就是喝过效果更好的神茶 像这种茶 就第一次喝的时候效果最佳 之后便是一屑不如一屑了 两人互看一眼 都是露出微笑 心中则是将对方又高看一筹 翁 往必 一股可怕的气势眷过 如同一尊魔神将士 让每个人都是从心底升起了寒意 沉默人 众人都是震惊 这可是领天宗的重地 谁能跑到这来耀武扬威 一念未必 只见一名白衣男子走了上来 他双手赋于身后 山顶的大风吹拂着他的长袍和头发 有一种说不出的飘逸 这是一个绝顶的美男子 面如冠玉 身材修长 属于抛一个眼神就能让怨女们尖叫的类型 杨 杨大人 不少人立刻惊呼 哪怕他们都是种子 可看到这个年轻人时 还是带着强烈的敬畏之色 杨浩 天才中的天才 仅仅仅只用了六百年就修炼到了日月境 而且可以横扫同阶 任何天才在他面前都只是踏脚石 用来彰显他的伟大而已 他现在究竟是什么境界 无人知晓 只知道必然又有了极大的进步 日月山河 这是决然不同的两个境界 哪怕将山河境修炼到了极境 那也只能体敌最最低阶的日月境 拜见大人 许多人都是站了起来 向着杨浩恭敬行礼 在领天宗 弟子若是在境界上高一个层次 那就是称大人 而不是用师叔之类的称呼 何涛没有动声色 他快要将山河境修炼到极致 以他这样的天才 连极境都能跨入 突破日月境自然是小时一桩 因此 他并非怎么敬畏杨浩 但武道借最重实力 只要他一天没有跨近日月境 那一天就要比对方低一头 因此 他更不会去挑衅杨浩了 杨浩散发着霸气 有若一位魔尊 任何人在他面前都只有扣手的份 他目光扫过 淡淡道 谁是韩灵